大家这个镇定一下情绪 我准备出来了 好 谢谢 怎么 基本上 基本上这个区域的都是 我的朋友 然后在亲朋好友面前 吹吹牛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 因为我这辈子出去吹牛 都是对外本人吹的 所以我很想有一个机会 能跟朋友们吹吹牛 咱们进入主题 今年的 这是我们去年在全国高校寻讲的时候 使用的一个主题叫我的奋斗 这个今年呢我们已经换了 换成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叫做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 这个换的原因呢 说起来也是很尴尬 甚至是比较心酸的 因为在我们演讲界呢 有一个非常讨厌的地方 就是我们必须每年讲不同的东西 如果你今年讲的跟去年一样 明年讲的跟今年一样的话 基本上是会受到这些 就是说不友好的对待 是吧 不友好的对待 有时候会扔臭鞋上来 但是我自己就观察到 我很多搞音乐的朋友 我很多搞音乐的朋友 今天像什么韦韦 卓老师也都来了 这些搞音乐的朋友呢 很幸福 一辈子只要红三首歌 就可以吃一辈子了 实际上 如果你万幸红了十首歌 那你就牛了 是吧 牛了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一直很早就注意到音乐界 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你连续三年 唱一样的歌 从来不会有人闲 你唱的是三年前 五年前的歌 没有意见 不但不会扔臭鞋 还会得到就是非常好的 这种对待 如果你竟然厚着脸皮 把一首歌唱了三十年 可能出现的结果 就更恐怖了 是吧 下面的歌 下面的歌迷 不但听完了很满意 会热烈的鼓掌欢呼 甚至还抱头痛哭 说找到了青春的记忆 是吧 找到青春记忆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个人从去年 三十七岁的高龄 也已经觉得 就是说搞音乐的 比我们靠 靠演讲吃饭的 要爽得多 所以呢 我已三十七岁的高龄 已经开始在学习吉他了 你们来的时候 可能看着这儿 有一把吉他 有一些我的好朋友 知道我已经开始在学琴的 可能指望我今天就能弹一首 这个 我得在开场的时候 去告诉你们 这个我目前还做不到 是吧 我只能勉强弹一些 简单的东西 等到 明年这个时候 差不多就可以给你们 表演一首曲子了 我希望是 是吧 我希望是 还有就是 今年换了演讲的主题的 另一个原因是 我在今年春天的时候 已经把我去年的寻讲的主题 接机出版了一本书 叫我的奋斗 相信你们进来的时候 也领到了一本 如果你们觉得领到的是一本 你原来已经有的书 只要没拆那个书峰的话 会给大家换一本 我在年底前后出版的我的杂文集 这个在发票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是吧 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没有吗 你是不是手签 已经把它拆开了 没拆的话 可以换新书 如果拆了就算了 是吧 拆了就算了 好 这个 我这本新书呢 惹了一点点麻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呢 惹了一点麻烦 就是因为跟希特勒的这本书重名 所以在当当作乐上 刚刚上线的时候 很多人一看书名 连作者姓名都没看 直接点了购买 然后收到书以后 认为上当了 然后就给当当和作乐的客服打电话 骂娘甚至要求退货的 所以我今年高校寻讲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希特勒的风皮也带过来了 让大家注意区分 当然我这次今天晚上 可能对咱们这一群人讲的时候 可能本来是不需要的 但是我就没有改掉这部PPT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的我的奋斗 这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这是另一个版本 是吧 另一个版本 很多人可能感到奇怪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 实际上用这个名字的原因 在书的前沿里 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但是由于某种诡异的原因 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这段话被删掉了 那么今天演讲呢 我就把这段话给大家带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自己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后面呢 看不清的话 可以给你们念一下 1925年 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人 写了一本名为 《我的奋斗的畅销历史书》 九年后 他在一个民族国家里 篡夺了政权 在接下来十两年里 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除了这个坏蛋 好像没有一个好人 用《我的奋斗》这个名字写过书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是吧 很喜欢这个名字 那么这个事实 虽然不足以证明任何事情 但总让我联想到生活的 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 那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 坏人好像总是更勤奋一些 为了尝试改变一点什么 我就把这本书写完了 这段话我不觉得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出来的时候 由于我不知道的某种原因 这段话被删掉了 是吧 被删掉了 所以很多人拿到这本书 以后很奇怪 以为我是希特勒的粉丝 他说你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名字 当然如果你真的问到的话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要用我的奋斗 除了我确实喜欢这个名字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他从商业上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吧 很好的选择 至少是一个噱头 你不用后面再去 故意的去做什么噱头 他自然已经是一个噱头了 是吧 这方面的考量 想来也是有的 因为我毕竟是 不是那么纯洁的一个人 是吧 不是那么纯洁的一个人 就是说 尽管我是一个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品德高尚的人 但是我也有世俗的精明 是吧 这方面我也不想假装没有 好 这是关于书的问题 最后这个要吹一下 就是你们今天来了 我一定要跟你们吹一个牛 就是这个书到现在为止 已经花了二十多万册了 是吧 二十多万册 所以我给他做了一个精美的光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吧 二十多万册 我觉得这个特效挺好的 再来一遍 是吧 虽然比起中国一线的什么 韩寒郭敬明的销量 还有一些差距 但是我觉得我以四十岁的高龄 这么一个招老头子 能卖二十万车 我已经很满意了 年底我的第二本书也即将出版 然后这本书出完了以后 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在思想和知识界 除了在思想和知识界 这两界以外呢 这本书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好评如潮的 只有在思想界和知识界 基本上没什么动静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基本上它是一个青年读物 是吧 青年读物 好 这是关于我的书的问题 不扯了 回到我们今年的主题 就是理想主义者创业BOOS 这个要从08年的5月份开始说起 08年5月份的时候呢 我注册了一个公司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做一个商业机构 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我们起了一个名字 叫老罗和他的朋友们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然后这个公司开始做以后呢 我受到了很多自称是我的老粉丝 或什么铁杆粉丝的人的指责 给我留言 来电话 来信 骂娘的 什么都有 就是说对我意见很大 他说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什么 有点像张小强的口气 是吧 但实际不是张小强 是很多朋友就说你这个不要脸的 为什么你去做生意去了 你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怎么能现在就是去追逐什么铜臭啊 这样的东西 所以对我骂得很厉害 在我的博客上留言上 然后手机短信上 有一些知道我的手机的 这个以前我教过的学生 对都对此表示了失望 但是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指责 因为我从来不觉得理想主义和金钱之间 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般说来呢 能力够的人是可以把这两个东西调和得很好的 是吧 很好的 就像我过去教书的时候 经常跟我的学生说 我说你看 你们当中有些人因为能力的问题 充满激情就会丧失理性 充满理性就会丧失激情 我说你们就为什么不能提高一下自身水平 像我这样充满激情的同时不丧失理性 充满理性的时候不丧失激情 是吧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吹这样的牛 那么今年 08年的5月开始 我尝试做公司以后 也受到了类似这种 理想主义和金钱之间 他们认为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我进行指责的时候 我也想跟他们说的就是 能力够的人呢 能够把这两个东西结合的非常好 是吧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矛盾 实际上如果你能力足够的话 调和他的矛盾是轻松愉快的 是吧 轻松愉快的 我在 我感到庆幸的是 到现在我至少还没有变态粉丝 这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 是吧 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有变态粉丝就会很惨 他可能跑到你们家 敲开你的门 把你叫出来一枪打死你 冲你的尸体吐一口痰 说你变了 你知道有这种精神病 是吧 有这种精神病 我们有一些前辈就是这样死掉的 是吧 当年就有个精神病 跑到猎龙家的门口 然后一出来打了六强 子弹打光了 然后也很冷静 坐在那不走 等警察来 警察拉走 他说他对着尸体 说他变了 是吧 他说他变了 注意猎龙死的时候是40岁 我是1972年出生的 今年已经38岁了 所以你有一些这样的故事 激励着你 你就会把每一天过得都像最后一天一样 所以 我尝试创业的时候呢 尽可能让自己勤奋一些 都是靠这样的东西来支撑 是吧 靠这样的东西来支撑 那么我就讲一下 从08年开始 我们尝试做一个商业培训机构的 这么一个故事 给大家听一下 是吧 给大家听一下 这是08年的时候 我们尝试走进这个行业 当然实际上 并不是一个人 是吧 我们实际上是一群人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 站在那好像范儿更正一些 是吧 实际上是一个群体 我们开始准备做这个的时候 我的合伙人和这些股东 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 培训行业里的老师 然后呢 大家都觉得 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待了很多年 那么作为正常的人 我们准备走进这个行业之前 很自然的做了一些调研 是吧 证实了那句中国人很熟悉的那句话 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是吧 调研的结果是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因为在英语培训行业呢 牢牢地掌控着整个行业的是三个门派 叫做三大门派 控制着中国的民营的英语培训行业 那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做 恩天搞定派 神奇派和步步步派 很多人听这个名字 基本上已经知道 他们是怎么个玩法了 是吧 在中国实际上很多行业 都是神奇派 恩天搞定派和步步步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英语培训行业的神奇派 是什么样子的 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你能买到这些书 神奇记忆法 单词记忆魔咒 神奇家教法 上面小字写三年能顶十三年之类的 神奇 神奇 实际上如果大家有兴趣 上互联网查一下的话 在中国很难找到一家英语培训行业 竟然是不神奇的 这是行业里的第一大流派 就是神奇派 第二个流派呢 我给他们起的名字都很难听 叫步步步派 是吧 步步派是这个样子的 学英语单词不用背 不用背 不用背 不再背 如果你有兴趣在Google和百度里搜索一下的话 也很难找到 在中国竟然有一个英语培训机构是承认单词需要背的 这是我注意到的第二个现象 也是很神奇的 实际上 第三个流派就是 人天搞定派大家也见过肯定见过 是吧 比如说 17天搞定基尔一单词 有没有可能呢 六级过了的水平 要搞定基尔一单词 还要背八千到一万两千个单词 这就意味着17天搞定一万个单词 有没有可能你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是吧 还有就是什么 十天突破雅士写作呀 十天搞定突浮作文啊 这类东西 最狠的是 两小时掌握学英语的密 实际上这个还不算狠 因为我在08年5月挂牌的时候 冬天去了中裁进行演讲 在中裁的走廊里 看到了我们的一个兄弟学校 有一个很土的大陆的名词 叫兄弟学校 一个兄弟学校的老师在那做英语学习演讲 当时我看到那个就有落荒耳桃的这种感觉 因为他写的是40秒破解这个托福阅读 但开始演讲以后呢 我们感到比较放心的是 实际上等到开始的时候 两个三百人的阶梯教室 紧挨着我们那屋坐满了三百人 他那边只坐了二三十个人 所以我对中国当代的大学生的这个自立水平 还感到比较欣慰 比较欣慰 那么作为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人呢 了解到这些恩天搞定派 步步破派和神奇派的这些玩法以后呢 我产生了一些有趣的联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们 可能会比较熟悉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太不可思议了 其中全都被分解排出来了 对 这就是新西兰奥莱胶囊的神奇之处 好神奇啊 采用了一个月 就长到了四公分 难道就没有一种既补肾 又强氧 又能够治疗前列腺疾病的产品吗 来了 七天大胜 今天终于来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希拉里 连帮减肥胶囊 可真是神话般的产品 吃了一盒 就减了五磅 一个月下来 肚皮变小了 脸颊变翘了 其中减轻了二十磅 真是太神奇了 不开道 不流去 不痛苦 不痛苦 不用跑 不用跳 工作中三解 顺缘中三解 不打针 不吃药 不手术 只需一天 一至三间降糖 七至十天达标 兴趣平压宝 一盒见效 当天降压 七天吻压 真的不敢相信 一个月今天就能解掉了二十一斤 三天解 四天受 七天给你靠身材 七天大胜 赞重承诺 服用七天 前列腺 以及前列腺炎 引起的小腹对仗 高丸疼痛 尿瓶 尿疾 尿失禁 完全羞恥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 可能除了中央电视台 所有的电视台都在 尽管三令五声说会禁止这些东西 但是所有的电视台都在合法的播出这些广告 尽管看的时候大家都在笑 他们还在赚那些我们的父母啊 稀里糊涂的长辈 他们的钱 除了中央电视台 所有的 包括省级以上的电视台 省级这样的电视台都在每天合法的播出这些东西 所以在中国如果在商业领域里你走进去做一个创业的活动的话 绝大多数人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这样一个局面 就是说你基本上走进哪一个行业都要跟神奇派恩天搞定败和步步步派进行正面的竞争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事情 那么有的时候呢 你会因此感到很焦虑 就是说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是不择手段的 你是有所不为的 这是一个很很老人的事情 是吧 但也有的时候因为他们做的实在太不堪了 你也会反倒感到有一些轻松是吧 有一些轻松 因为你还没把自己撞到起来 他们已经把自己弄得非常恶劣了 非常恶劣了 以至于你还没开始做已经感到非常的有信心了 这也是我在中国的民营培训行业里观察到的现象 就是说我在08年前后准备做这个的时候 观察到这个行业里 除了恩天搞定神奇和不不不不之外呢 还有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也许是我老了 跟不上时代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中国民营培训行业的老师是怎么上课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吧 可以看一下 我把声音关掉了 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些老师是在上课 他们不是网络红人 也不是芙蓉姐姐 是吧 都是中国的民营培训行业里的老师 这个是在课堂上 非常邪门的事实 是吧 非常邪门的事实 我们一般会认为 社会上年轻人里 大学生是相对精英一点的群体 出国留学的学生呢 又在大学生里是相对精英一些的群体 但你很难相信给他们提供培训服务的 基本上是这样一群人 是吧 这些都是行业里的所谓的名识 是吧 所谓的名识 你可以看一下 相信都看懂了 是吧 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不是特别舍不得的话 我就准备把它翻过去了 是吧 翻过去了 我在08年 06年离开新东方的时候 经常收到我的学员 以前教过的学员和听说过我 但是不认识我的学员 经常给我来邮件 问到的最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说老罗你为什么要离开新东方啊 我想刚才的那些画面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我离开这个行业的一部分原因 06年我离开做了两年的牛泊网 然后牛泊网被关掉以后 我又重新回去英语培训行业自己尝试创业了 说一群老教师没有做过生意的 凑着一块商量的就是 我们如果要做好一个英语培训行业 能够想到什么呢 肯定不是恩天搞定神奇和步步步 以及唱歌跳舞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首先想到的很普通的东西 就是说教育培训行业 归根结底是一个服务行业 所以我们想我们把基本的服务做好 这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们毕竟不是酒店业这样的 都是服务业 但是教育培训呢 毕竟不是酒店业这样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 服务质量并不是核心竞争力 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教学质量 也就是说商业培训机构里 给你短期的20天30天培训一门课程 大家花钱来在乎的可能不是那些周边的五七八糟的东西 归根结底还是在意你的服务质量 就是教学质量 那在服务之外 我们需要解决的可能就是说 行业里最好最酷最牛的老师 如果只需要一个这个行业里最好最酷最牛的老师 我们已经有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 是吧 但是我们的尴尬在于 我们当时需要的是一群这样的老师 是吧 一群这样的老师 那么我们想到怎么去搞定这样的老师 是我们开始创业以后的第一个课题 就是说 你尝试走进行业 一个行业的时候 怎么样让业界里最优秀的那群人帮你做事 是吧 跟你一起创业 那么我查了很多的书 也问了很多的前辈 基本上要搞定任何一个行业里最优秀的人才 基本上你只有两个办法 是吧 两个办法 一个当然就是钱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没有那么雄厚的财力 可能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就是 你可能需要有一些 比如类似于邪教教主这样的能力 你擅长给人洗脑 让人家干得比牛马还累 吃得比牛马还差 但是很愿意帮你一起做事 是吧 那么08年的时候 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 做了一个专题 叫做中国企业的毛事管理 是吧 毛泽东和他的管理艺术 这个谈的就是中国企业的这种毛事管理 在中国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比如 这些人都是毛事管理的忠实信徒 是吧 如果不是大多数 或者说绝大多数农民企业家 都是毛事管理的忠实信徒的话 那么这些人做企业 搞定人才采样的方式 就是 我刚才讲的 就是他们擅长洗脑 然后给你呢 吃得比牛马还差 干得比牛马还累 是吧 然后 让你能够维持下去的 就是每天给你画大饼 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词 是吧 职场专用的名词 就要画大饼 如果干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有点扛不住了 它会怎么办呢 大家知道这种企业里 早晨上班先是不干活 听说过吧 需要用五到十分钟时间 给你每天洗一次脑 是吧 洗一次脑 如果你一段时间过去扛不住了呢 它就可以把大饼画的 再花样丰富一点 是吧 丰富一点 再镶嵌一点东西 如果你还不满意呢 再给你画一个更好的大饼 是吧 定期的给你不断升级 这个大饼的质量 但实际上呢 没有给你吃到 只是给你画了 是吧 是给你画了 然后呢 相信你跟着他一起卖面干的话 后边有一个什么 所谓的美丽新世界等着你们 是吧 等着你们 这是经常采用的这种方式 那么我个人呢 很难接受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当时在资金极其有限的情况下 还是依然采取了最笨的方式 搞定这个行业里最优秀的人才 是吧 我们采用的就是拿钱去砸的方式 所以呢 今天讲的这儿 我也跟大家顺便说一下 就除了这个前面坐着这些亲朋好友呢 还有很多是我的行业里的同行 包括打算走进这个行业的年轻人 可能坐在后边 是吧 你们如果有兴趣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的话 欢迎加盟我们的团队 我们能提供行业里最高的薪酬 我们托付GRE的一节课 课酬大概是一千八到一千九 这个样子 是吧 一千八一千九 这意味着你大学刚毕业的孩子 如果你想年薪十万呢 周一到周五休息 周六或周日 开心情过来给我们上一节课 你就年薪十万了 如果你想年薪二十万呢 可以周六或周日各上一节课 是吧 如果你想年薪三十万呢 以此类推 如果你想年薪四十万也差不多 如果你想年薪五十万 我们还有一点难度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学校 开不出那么多的课 是吧 我们单次的课酬可以保障 但是我们这一见的最好的老师 也就是三四十万的薪酬 是吧 大概是这样 供你参考一下 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出身 没有做过生意的人 凑在一起商量的就是 我们基本上可以靠着做好服务 和找行业里最优秀的老师 找优秀老师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开得出薪酬就可以 在商业机构里讲课的这些老师 如果你开得出薪酬 他就愿意跟你一起做 是吧 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你想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做生意的经验 只是做好服务 基本的服务和教学品质 是不是基本就可以成事了 你们觉得有戏吗 有些人还是比较悲观的 我在高校演讲的时候问的话 他们都说每一戏在中国 必须这样必须那样 说了一大堆 我不觉得是吧 你做好核心的服务 和教学品质的话 还是有戏的 是吧 实际上呢 我今天也想借着这样的机会 跟大家吹吹牛 就是说 如果你靠着这两样东西 城市的企业 基本上根基是比较稳固的 是吧 前期会吃力一些 但一旦成事呢 根基是非常牢固的 基本上是坚不可吹的 那我们做了20多个月以后 做了一个学员调查和统计 发现 我们的老学员比例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5% 这个在行业的整个历史上 只有我的老东家 新东方在他的鼎盛时期实现过 35%的老生推荐力 意味着每100个人来上课 35个人是上过课的学员 推荐过来的 是吧 35个人是学员推荐过来 所以口碑成事的企业 前期可能会比较慢 但一旦成事呢 基本上是无坚不吹的 是吧 无坚不吹的 所以呢 我们扛过来 在20个月以后 感到非常的欣慰 但是在初期的时候 它也确实是一个 非常疲劳的事情 是吧 非常的慢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每天现金花花的出去 就像洪水一样的出去 但进来的都是卷卷细流 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是吧 我那时候天天失眠 我这辈子一直以头发过分浓密 就感到难受 但是呢 我做公司做了这两年 现在已经头发很稀疏了 你们从正面看可能还看不到 有兴趣到可以演讲结束以后 到后边来看一看 是吧 后边看一看 后边已经快凸了 所以呢 开始还是很焦虑的 在初期我非常焦虑的时候 行业里的老前辈老大哥一起吃饭的时候 经常安慰我的话都是这句 就是说别着急 只是有点慢而已 是吧 这个其实说起来很轻松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 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 其实这个只是有点慢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就等同于死亡 是吧 百分之九十九 九十左右的企业 是在它创业的前三年倒掉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每天现金大量的出去 进来的少得可怜的时候 尽管大家对自己的品质 和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确实很焦虑 是吧 确实感到很焦虑 晚上做梦 全是这样的画面 是吧 后来我在图库网站上 不小心找到了这样 跟我的梦境完全一样的一个图 当时我们很焦虑 就想 除了做好品质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学着 做一点什么其他的事情 同事们 凑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呢 由于绝大多数都是教师厨师 没有做过生意 然后有一些想法 甚至是迂腐的 是吧 迂腐的 经常凑在一块 讨论了半天 不得要领 然后最后就给我讲 给我拿这样的一幅图来看 我看的就很恶心 中国人都知道 一看就是想说 什么酒香不怕巷子生 之类的屁话 是吧 这个是很傻的想法 除非全世界就你们一家酒香 如果好几家都香的话 你在巷子里的肯定是倒闭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一些企业做出了 几乎所有的事情 只是临街 就没倒闭 那我们除了做好教学品质 等着客人送上门以外 可能作为一群教师出身的人 自己创业的话 必须解决一些 商业知识方面的空白 所以我们当时呢 被迫凑在一块讨论完了以后 发现在这个领域里 一个比一个白痴的时候 我们开始尝试读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阅读过的领域 是吧 以我个人为例 在二十七八岁之前 我看的全都是 基本上都是文艺的 诗歌小说散文这样的东西 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无聊 或者说因为傻 把穷摇全集都看过 是吧 全家全集都看过 二十七八岁之前 我看的全是这样的东西 二十八九岁以后 阴差阳错做了人民教师 所以为了我的工作呢 我不得不硬着头皮 看了一些什么 社科类的思想类的人物类的 这些东西 然后以便对得起 我这个职位所需要的 那些东西 是吧 但是我这辈子 从来不看的 就是这类的书 我过去在出门的时候 在机场 如果看到一个 穿西装打领带的笨蛋 拿着一本杰克维尔奇的赢 你看那个猙獰的老头 是吧 这个书的名字 我也很讨厌 就叫赢 然后拿着这本书 在那看 我就觉得这个笨蛋 永远都赢不了 但是呢 但是由于阴差阳错 我也做了这行 所以我从08年开始 经常在书店 绷着一本这样的书 在那看 我也注意到 一些文艺青年模样的人 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 看看我的德行 又看看我手里的书 就笨的表情就走掉了 是吧 笨的表情 实际上这个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领域 当成一门学问来做 其实琢磨进去 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吧 挺有意思的 因为毕竟 可能这个世界上 全世界最最出名的头脑 里边很大一块 是在这个领域里活动的 是吧 所以你把它当成一门学问 来做的时候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也从里面 学到了很多东西 初期的时候 我们为了消费者行为 和心理方面的东西 感到非常的苦恼 这两本书 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左下角的这本书呢 是全世界的商学院 都会选择 必修或选修的 一本经典教材 叫消费者行为学 英文的已经出到了 第九第十版 是吧 咱们国内引进的 也出到了第八版 非常好的一本书 如果你们将来 也要自己创业的话 强烈推荐你看一下 因为我们可能 尤其到我这个年纪 三四十岁的人 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是成功的 合格的 二十多年的消费者 我们已经有 二十多年的消费经验 所以我们可能去判断 消费者的行为 和心理的时候 会凭着自己的常识 去判断 但是非常邪门的是 我看 无论是我们实际 做公司的过程中 遭遇到的东西 还是我看到 这些书上谈到的东西 你凭着一个 正常的消费者心理 去判断 群体的这种行为 和心理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 非常可怕的错误 是吧 我们早期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这类书 都会告诉你 这样一句话 说消费者的心理 是古怪而有趣的 是吧 古怪而有趣的 非常邪门 你用常识判断的话 是跟很多领域一样 会经常出现错误的 那么我们早期做的时候 经常感到的一个困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初期的时候 做的一个事情 刚刚开张的时候 我们一模一样的 课程培训 一个提供了 右边的这种基本服务 一个提供了 左边的更好的服务收费方案 采用两种方式进行推广 左边的相应的 我们多花了人力物力和钱 因此多收了一点点钱 尽管课程是一样的 但配套服务完全都不一样 这样推广的结果是 我们左边的总是要挨骂 我们前台的客服人员 经常接到电话 人家说 你这个左边的 比右边好在哪里 然后我们的客服人员 就给他解释半小时 好在哪里 多了哪些东西 然后他听完了以后 他说老罗不是说 挺好的一个人吗 怎么就不能把这些 该做的都做了 收一样的钱呢 这种问题实际上 是很难回答的 是吧 很难回答 我们每天面临这样的问题 有的时候还有激动的 说了半天以后就说 这小子他妈出来 说的都是好听的 怎么一做生意也这样 什么也没做 就想多收钱 肯定是个王八蛋 什么这种 特别侮辱的东西 整天打到前台来 然后我们的一些 客服的那些小姑娘 就感到很委屈 时间长了 我们觉得客服人员 可能心理承受 是在整个公司里 最严重的 是吧 心理这方面 我们觉得他们有时候 感到受了气 很窝囊 就给他们发一笔费用 在公司内部叫做窝囊费 是吧 窝囊费 有的时候过年了 大家回家能领个红包 过年 结果他们也受了很多的气 我们再发一个红包 叫受气包 受气包 但是归根结底 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我其实是在冯唐老师的指导下 看了消费者行为学那本书的 冯唐老师今天没有来 是吧 因为不在 不在北京 所以没有来 然后 当然也许他在北京没有来 是吧 我也不能太自恋了 是吧 我也不能太自恋了 那么当时 在他的指导下 看了这本书以后 又看了很多 大量的案例以后 豁然开朗 做了一个 可能在你们看来 是没有意义 甚至是滑稽的这种改动 但是却本质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起来很幼稚 是吧 很幼稚 我们把原来的标准收费方案 改名为优惠收费方案 把原来更好的服务收费方案呢 现在改名叫做标准收费方案 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滑稽的做法 但实际上呢 因为做了这个改动以后 招生报名没有增加 但是出现的结果是 自从改了这个以后 前台几乎没有人 因为更好的服务收费方案 对我们进行骂娘的侮辱的和抱怨的了 几乎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事情 如果我不看这些书 永远想不到 因为我们都听过那个朝三暮四的故事 是吧 早晨给三个 晚上给四个 猴子们都闹 于是改成早晨给四个 晚上给三个 大概是这样 我可能细节记不得了 这样做的结果 猴子们很开心 我们看了这个成语故事 哈哈大笑 说猴子就是猴子 直到有一天你做了公司 就知道我们还真就是猴子 是吧 我们还真就是猴子 但是你不能让你的客服人员 跟客户说你他妈就是猴子 是吧 这也是为什么像我这种人 永远做不了客服 我有的时候六日去办公室加班 客服的小姑娘下楼去买点东西 她让我给盯一会儿 经常都是暴力事件 是吧 经常都是暴力事件 大家看一下这样的改动 是不是做的比较奸诈呀 是不是奸诈 你们觉得奸诈吗 我觉得还好 是吧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们通过这种改动 没有增加一分钱的收入 只是让客户心情好了 我们又做错了什么呢 我们只是让我们的客户心情 好了一些 不骂娘了 相应的我们客服人员 也就赚了 是吧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 获得什么好处 但是由于研究消费者的行为和心理 我确实看了大量有趣的案例 下面就是著名的一本 畅销书叫做可预见的非理性 这本书里的一个案例 非常有趣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麻省理工的 好像是一个行为经济学教授 叫丹安瑞里写了一本畅销书 畅销全球已经好几年了 在纽约时报的非小说类的排行榜上 畅销了好几年了一本书 里边提到这个案例 就是说经济学院杂志社呢 当年搞了这么一个增订方案 电子版一年的订阅费用是59美元 印刷版的一年是125美元 滑稽的时候 还有一个电子加印刷版 还是125美元 正常人看了这个方案 都会觉得第二个非常诡异 是吧 不知道他放在这里是干嘛的 你觉得他是干嘛的 诱导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的是吧 是一个诱饵放在这里 因为我们一般去买一个东西 好 我先讲丹教授当时的反应 他看完了以后感到很纳闷 然后呢 自己想了想 大概又猜明白了 于是就给经济学院杂志社打了个电话 说你们那个网站 征定方案是不是印错了 是什么意思 然后接电话的人 自自误误说了半天 最后他说了一句 只有中国的客服人员 才经常说的一句话 他说负责人不在 丹教授显然很不适应 作为一个美国人 是吧 他说那你那负责人 什么时候在呢 然后接电话的人说明天在 你明天打吧 然后第二天打过去 有个负责人接 他说我们网站上 并没有这样的征定方案 他说不可能我看过 是吧 然后那个人说没有 然后说你再看一下 单教授重新打开了那个页面 发现第二个方案消失了 非常邪门 是吧 第二个方案消失了 然后他就大概猜到了 是什么原因 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怀疑 在自己的学校内 在麻省理工 在商学院里 找了两组自己的学生 进行了对比测试 是吧 测试的结果表明 当我们去掉第二个方案 只提供第一第三个方案的时候呢 选择的比例大概是这样的 84%的人做了相对理性的选择 他们选了便宜的59美元的方案 只有那些完全不缺钱的 或者更注重阅读体验 甚至是要收藏这些杂志的人 16%左右 他们选择了相对昂贵的 或者说昂贵一倍以上的这个方案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然后单教授呢 在自己的另一组学生当中 把第二个方案放回去 就是一刷版的125美元放回去 再次进行实验的结果 变化是非常惊人的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数字 基本上是对调过来了 是吧 32%的人这回选择了便宜的59美元的方案 68%的人选了昂贵的120美元的方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行为经济学的解释说 我们传统经济学 假定人在市场上进行消费 进行交易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个体 这个大原则直到今天 当然仍然是正确的 但他解释不了一些个体的差异 一些具体的非理性的行为 那么行为经济学侧重去解释这样的东西 所以单教授找了大量这样的案例 并且给出了有趣的解释 当我们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进行消费的时候 我们除非我们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要不然一个东西值不值这么多钱 应该值多少钱 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的 这时候我们判断的依据就是说 一个笼统的甚至粗漏的横向比较 根据这个结果来决定 自己应该买哪一个东西 所以第二个方案放在这里 它的唯一的用途就是 第三个方案显得特别的超值 是吧 在这种超值的感觉的诱惑之下呢 很多人就忍不住 多掏了很多的钱 我觉得这是比较奸诈的方案 是吧 比较奸诈的方案 我们实际上看了很多这种奸诈的方案 要忍住不用 其实还是挺痛苦的 是吧 挺痛苦的 所以一个最彻底的方式就是 我经常公开提这些书 以便我跟我 可能产生某种交集的这些人 都能看到这本书 这时候就逼得我不好意思再用 最上面的奸诈的方案了 是吧 这是单教授的那本书 叫可预见的非理性 那么如果你读英文有困难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买到中文版 叫怪诞行为学 中性出版摄影机出版的 是吧 非常好玩的一本书 实际上看起来比小说还好看 上面全是生动有趣的案例 如果你是个奸商 看完这本书创业的时候 你就爽了 是吧 爽了 如果你是个消费者 看完这本书呢 可能因此躲掉奸商设置的 各种各样的陷阱 所以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这本书 是吧 那么我们在初期看了很多这些书 在消费者行为和心理方面 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之后 扫走了很多的弯路 接下来呢 我们发现我们创业的大概四五个月的时候 就一个问题越来越明朗了 就是在中国你创业的话 还要面对一个非常邪门的问题 就是在缺乏诚信的社会里 你们知道中国不是诚信社会吧 还好是吧 在缺乏诚信的社会里 怎样取信于消费者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也是我们要比在一个诚信社会 完善的法治社会 商业环境高度成熟的社会里 就是要交更多的就要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 才能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 是吧 作为一个新型企业 在缺乏诚信的社会里 诚信社会里 如果你的产品确实好 推广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是吧 诚信社会里 比如说我们生产的洗衣粉 比大厂商 比如广州保洁的 什么联合力华的 比他们生产的更好 然后区无能力更强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承诺嘛 我们说我们区无能力比他强 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 你给一个真实的数据 消费者买回去 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区无能力就好 如果达不到呢 我们愿意双倍返还 五倍返还 十倍返还等等 都可以 是吧 都可以 你做出这种承诺 只要你的产品真的好 就可以实现推广的这样一个目的 因为在一个诚信社会里 在一个高度发达完善的这么一个商业社会里 做出这种承诺的话 其实代价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是虚假承诺的话 等着你的可能就是倾家荡产倒闭 这样的东西 但在中国呢 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是吧 在中国 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 是谁整天把假意乏食挂在嘴上 卖假货的口头衫是假意乏食 是吧 在中国 你们都知道 你跑到这个中关村这边卖电脑配件的地方 卖假货的口头衫全是假意乏食 谁把无效退款总挂在嘴上呢 全都是卖假药的 是吧 卖假药的全都是无效退款 所以在中国经常面临的一个尴尬就是你有时候做了后到承诺 等着你是更悲惨的命运 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始做英语培训的时候 行业里的普遍的惯例是两节课免费试听 比如三十二次课你过来报名 前两节课免费试听 如果满意的话呢 第三节课开课前交钱 把这个全额的就交清了 不能再退款了 如果不满意第三节开课前 你就可以全额退款 我们当时开张的时候尝试做了尽可能更厚道一些 更体贴一些 于是我们 当然也有你是个新人 所以你要做的低调一些 这才是诚实的说法 是吧 我们也做了承诺 说前四次课免费试听 试行一段时间以后 校园代理给我们的反馈说 我们比其他机构厚道了一倍 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的认可 然后我们开了几次失眠的会议以后呢 一怒之下 把前四次的免费试听 改成前八次的免费试听 也就是说你交了一千多块钱来我们这上课 前八节课都可以免费试听 到第九课开课前 你仍然可以后悔以后把全额退还给你 做了这种更厚道的承诺之后 我们又做了一轮调研 我们的校园代理给我们的反馈的结果 是极其让人沮丧的 因为我们的报名因此反倒有所下降 经常听到那些学生拿到我们的宣传业以后说 我靠一共三十二次课免费听八节 怎么可能 肯定是骗子 你把一千多块钱交给了他 他说是前八节课都可以退 在中国我们交了定金退不来的情况 退不回来钱的情况 每天都听说 即便你自己没有经历过 每天都听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面临的一个尴尬 就是你做的越好 承诺的越忠厚 越老实 越厚道 越被看成是骗子 越被看成是骗子 所以我们把三十二次课允许他们试听 前八次以后换来了非常悲剧性的这种结果 我们不得几个我们管事的不得不把原来偷偷计划过 但还没有跟下面的员工说过的前十六次免费试听方案 就没敢说出来是吧 因为显得太少了是吧 显得太少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新机构 为了打开这个局面呢 我们又开了很多次失眠的会议 经常都是失眠的会议 掉头发的会议 聊了半天 大家都觉得 其实如果你让人家免费的听前八次 他还不敢来 就是因为他交了一千多 怕退不回去 既然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让人家交一千多呢 我们是新型机构 应该把姿态拿得低一些 所以我们当时就推出了非常血腥的凶残的推广方案 叫做一块钱听八次课的方案 这是我们当时设计的海报 是吧 我们说我知道这听起来难以自信 但我们确实打算让你花一块钱听八次课 这时候消费者还有没有风险了 当然有 就一块钱的风险嘛 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年 尽管还是国富民穷的这样一个局面 但是很多人 或者说绝大多数人不再觉得一块钱 是一个极其沉重的经济上的负担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搞了一块钱八次课以后 公司前台突然涌现了一大批 像山西美老板一样扩绰的客户甩出十块钱 说给我来十张听个证 我们每天这样忍辱负重的对外给他们开听个证 但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呢 就是说也是充分要考虑它的风险的 这个我在这给大家说轻松愉快 但实际上每一次这种操作呢 都是要很大的成本上的风险的 是吧 初期的时候我们考虑了可能来的三种客户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潜在的消费群体 奇怪吗 那我PPT做的不专业 我应该把第二第三个先藏起来 是吧 我直接给你看的结果是你已经走神了 一定要跟上我的思路是吧 一定要跟上我的思路 潜在的消费群体呢 就是这些人本来就要上商业的英语培训班上一个课 选择谁 没想好 新东方 新西方 新南方 新北方 不知道 没想好 这时候呢 你吸引他过来听你的课程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小的 因为大家倾向于相信大机构 是吧 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此你吸引他过来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如果你突然血腥的推出了一块钱听八次课的方案 那如果你是他们的话 你可能会愿意尝试一下 反正就一块钱嘛 去听一听 如果好的话呢 当然留下来 如果不好的话呢 扔掉那一块钱 反正老子又不差那一块钱 是吧 然后到大机构去听课 这部分是我们真正想吸引的消费群体 这是第一类的 是我们真心希望吸引的那部分群体 第二部分呢 是诚心蹭课的学生 这个肯定存在的 因为我们知道英语培训行业里很多 不是培训行业里 是大学生里面很多人 考托福 考GRE 考雅思 到美国 英国去读书 但是不会上任何培训机构的课 他们要么就是动手能力强 要么自觉性强 要么比较聪明 他不觉得花一千多块钱 去上一个狗屁培训班是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选择自学 也就是说你的课程好坏 跟他没有关系 再好也不会上你的课 但是 如果你竟然让他们一块钱听八次 如果你是这部分原来打算自学的同学 这会儿会怎么想啊 至少可以试试是吧 可以试试 花个一块钱 去听完了 如果不好呢 那当然就本来就没想上嘛 不就一块钱吗 就当被狗咬了 只是那狗咬 这口咬得很轻是吧 很轻 这一块钱这个样的损失 那么如果课上的非常好 非常满意 怎么办 还是走掉是吧 还是走掉 只是觉得你们课上的不错 再见是吧 再见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打算在这上花钱 他赚了八节课他觉得已经很合适了 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花钱上你的课 那么这部分同学如果大量有限的话 给我们造成的风险就是 我们原来当时我们搞这个推广方案的时候 我们实际面临的情况就是寒暑假的班是比较赚钱的 平时所有的走多班全都亏损 因为我们开的是行业最高的薪酬 全都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突然搞这么一块钱听八次课 当时的班从三十多个人一下招到了三百来个人一个班 那么这就意味着教室成本上的大幅度的增加 是吧大幅度增加 所以如果真的出现大批诚心蹭课的学生 对我们来讲可能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的 所以我们为此又开了很多失眠的掉头发的会议 几个股东凑在一块商量 怎么把诚心蹭课的这部分学生排除出去 最后想了半天 我觉得哎呀 反正也没什么好办法 何不把这个做得累落一点呢 所以我当时就在会上发言 我说我我我说两句吧 我说我听你们讨论了半天 我不觉得那些都是好主意 而且有一些甚至是恶劣的主意 还有还有一个笨蛋老师说 能不能在前台上客服人员问说 你你到底是想学的还是乘客 这这个 所以所以我说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你要知道有一些东西你明知道他的 呃给你带来的成本上的增加 但你也是没有办法防范的 既然这样我们何不 索性把嘴脸做的好看一点 态度做的累落漂亮一点 是吧 所以我说我们就在宣传文案上直接注明 我说呃我们知道我们主营的北美培训项目 托福GRE的这部分群体呢 通常消费能力比英联邦留学群体差一些 大家知道这个数据吗 所以我说这些数据 咱们在行业里的老人都知道 既然这样 我们为什么不把事情做的累落一点漂亮一点 我就当时说 我说这样吧 咱们就在文案里说 如果你是乘客的同学 我们也欢迎我们不相信你是恶意乘客 是吧 你可能只是想听听课 但是没有钱一千多 听完了挺满意 想交一千多没有钱 所以就乘了八节课走人了 我们非常理解 我们都有个穷学生阶段 所以我们非常理解 所以欢迎你过来乘客 前台也告诉客户 如果有人过来扭扭捏捏的 流露出一些不自信 交那一块钱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他 没有关系是吧 欢迎乘客 不要有任何的这种负担 所以呢 我当时讲完了以后 很多年轻老师眼睛里闪烁着 一些精灵的小东西 是吧 那个表情就是 哇靠 跟对了老大了 那种表情 当然我也很得意 因为在人格力量方面 加分始终是我 为数不多的恶趣味之一 是吧 所以我当时就很高兴 很得意 当时我的合伙人的 虚可老师 牛博网的读者都知道 就是上面的胡禅老师 是吧 一个白头发 白胡子的老老帅哥 实际上他比我小 是吧 只是头发白的多一些 然后他也是我的合伙人 当时他就说 老罗说这个说得非常好 我再来补充两句吧 他说 咱们的老师 既然知道这些人 上八次课以后 想交钱 没钱 上不了第九次以后的课 我们就应该让咱们 所有的年轻老师 在自己讲的最后一次课 四个老师讲八次课 一个人讲两次 也就是说 你对着这个群体 讲到第二次课 第三次课 那部分人就不过来听了 所以他要求 我们年轻老师说 你们就对他们在节课前 留出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集中给他们讲一讲 自学阶段的注意事项 听懂了吗 当时 当时几个眼睛里闪烁着 精英东西的孩子们 就突然趴下 嚎啕大哭 是吧 然后起来又狐疑的眼睛 看看他又打量我 就那意思是 不行是吧 你看看人家 就那个表情 这是我 这辈子为数不多的 在人格力量方面 感到输给谁的时候 是吧 输给谁的时候 所以呢 当时也感到很有压力 很有不安全的感觉 是吧 很有不安全的感觉 但是呢 归根结底 如果你在创业的阶段 如果有幸找到这样的人 跟你一起合作的话 基本上 你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是吧 徐可老师呢 实际上刚才进来以后 因为一直没有做 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站着 这时候我想让大家 像我们这个人格力量方面 能灭了老罗的人 但是这个 徐可老师刚才一直站在那 所以这个行为就显得有点滑稽 他很像是在那等着 我夸他 然后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所以好端端的一件事情 被弄得很尴尬 李子洋老师这边有个空座 徐可老师可以到这边来住 我不知道这是谁没来 那个 海波你静一下 我回头要跟他算账 所以我拿了票不来的 我这个小心眼都不会放过了 这个 好 徐可老师 是我这辈子见过 为数不多的人格 比我更闪亮的人 是吧 相当的闪亮 好 这个 这部分群体后来我们也就想开了 所以我们索性大大方方说 欢迎过来乘客 欢迎你们过来乘客 谁没做过穷学生阶段呢 是吧 当然效果也非常好 在学生当中也被传为美谈 是吧 当时感觉比较好 那么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群体 这部分 这部分妖怪是干嘛的呢 他们真的就是比较讨厌 由于一些尴尬的原因 你们知道 尽管我这么多年 一直在英语培训界 但是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 一直被当成是相声界的 是吧 很多人认为我是相声界的 经常跟我相提并论的 不是这个行业里的优秀教师 或者是老一辈的教育家 而是这些人 是吧 所以呢 所以你作为一个人民教师 有时候不是不尴尬的 我并不觉得他们俩有什么别 当然周历波很糟了 是吧 但归根结底 我觉得我的工作性质跟他们不一样 但是总被当成是一类的 是吧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滑稽的事情 是吧 比较滑稽的事情 所以呢 所以当时我们搞这个 基本上是完美的扒了他们的神韵 你看左边的奸诈 右边的厚道一些 是吧 看起来这样一个 当时我们的一个尴尬就是 我们当时说搞一块钱四听八次客这个方案推出以后 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我毛骨悚然的在北京的一个取义论坛上 看到有人转贴了我们的推广方案 然后这个坏小子起的标题是这个周末哪里去 所以 所以我们当时感到真的非常尴尬 是吧 非常尴尬 然后他就说 你看现在郭德纲的票价也贵起来了 是吧 杜利波尔的票价也贵起来了 老罗呢 是一千多块钱办班的 咱们总不能一千多块钱去听他中间夹的那几个相声 是吧 但是这帮孙子 现在抽风突然搞一块钱八次客 那这个周末哪里去呢 下边有几个坏蛋就回贴说 当然是花一块钱去老罗那听八次相声客 是吧 这非常尴尬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当时由于心理素质不好 甚至很惊慌的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局面 就是开课那天来了很多穿着长袍马挂提着鸟笼子的人 是吧 走进教室先把鼻炎糊放在一边 这个场面我们想象一下就觉得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再一次跟曾经乘客的那部分群体一样 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方式去把这部分人淘汰出去 不是淘汰出去 就是不让他们进来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而且我刚才是开玩笑的说法 你们也知道他们去听相声的时候 肯定尤其是来我这听相声的 为了隐蔽也不会穿长袍马挂 低了鸟笼子的是吧 即使这是他平时的行头也会稍稍巧装打扮一下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排除这部分群体 只好硬着头皮就开课了 开课的那天是我们开张以来 第一次迎来一个二三百人的大型教室的上课 然后我们那儿有个别的年轻老师是没上过大课的 走进教室都很兴奋 最终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真正过来这儿听相声的 我估计一个班里连十个都不到 我们判断有一些人确实是来听相声 因为我们发了讲义下去 他2.5个小时就没看过那本讲义 然后只要一讲题目 他就在那儿这样这个交斗接耳 但是只要上面一个老师扯一会儿 他马上就很嗨的样子 所以妖怪还是有的 但是在一个三百人的班里 如果能控制在十几二十个妖怪的话 其实还可以 所以这部分人没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 实际上最终的单数数字 你可能听着还是挺悲观的 就是说我们最终招了三百人 如果不搞这么个活动 可能只来三十个人按照之前的数字 那也就是说增加了二百七十个人 这二百七十个人在听完了我们的八次课 走掉的占了百分之八十多 接近百分之九十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下场 但是呢 首先单从财务数字上说 增加的那部分人 就是说留下来的那百分之十几的人 他们给我们造成的收入上的增加 足以覆盖我们教室成本上的增加的两三倍还有余 也就是说从经济上算 经济账上去算的话呢 我们搞这个东西实际上还是利大于弊的 而且尽管当时走掉了百分之八十多 一个好消息是在后面的四五个月的排名 在那个阶段就开始直线上升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就是这些人打算在四五个月以后去来你这上课 但是你现在搞了一块钱 他就先过来探探虚实 听完了满意 当时是走了 但是回头到前台报了四个月以后的班 要不然解释不了这个班 搞完了这个活动以后 为什么后面直线上升了 说要直线上升了 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 我们把态度嘴脸拿得比较好看 态度比较磊落 欢迎你过来蹭课 这使得一些花了一块钱 真的诚心蹭了八十课的这个同学 对我们课程满意之余 回去不免感到有些内疚 所以肯定是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对我们进行了推广工作 是吧 推广工作 所以把他身边有钱的 消费得起的那部分同学和朋友 给传到我们这来了 口碑是最好的方式 是吧 口碑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如果他去传一个口碑 比你去拿多少广告都好得多 所以呢 综合的看一个长远利益 和当时阶段的现金收入上的增加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是吧 非常好的方案 也取得了一点点成果 所以呢 作为一个新兴机构 在一个缺乏诚信的国家里 怎么迅速打开局面呢 你只要动一些脑子 然后承担一部分风险 硬着头皮上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是吧 这是我当时做的第三个 就是创业初期面临的第三个问题 接下来还有很多尴尬 你们将来自己做公司的话 这些都是躲不掉的 怎样在资金资源都不够的情况下 解决一些你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很痛苦 我们去做事 要解决一个事情 把一件事情做好 要么靠钱 要么靠你的关系资源人脉 这样的东西 但如果你这两方面都不灵的话呢 就很尴尬了 因为我们刚刚创业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作为新机构 出去跟我们可能的客户 发生这种关系的 一个主要媒介 就是我们发出去的 各种各样的宣传业 和在校园允许张贴商业海报的海报 哪里张贴海报的那些东西 那么对于大机构来讲 比如IBM全世界都知道 那你把你的海报贴出去 好的话加分 不好的话也丢不了多少分 大家不会因为你这个海报设计的不好 或者一个海报的创意不好 认为IBM完蛋了 肯定不会这样 是吧 但是作为新兴机构来讲 人家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你 在这种情况下 你给投递的单页和你发出去这些海报 是接触你的潜在客户的一个 几乎是唯一的这么一个媒介 如果你在这个事情上作杂了 效果是非常差的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和我跟同事们聊的感觉也是 我们经常收到各种投递的那种商业的那种印刷品 如果有一些东西在设计上 新式上或者是印刷质量上 或者是什么方面打动了你 你会对这个企业产生一些感性的 好的这种印象 是吧 所以我们一直到这个非常重要之后呢 我们就特别迫切的希望把我们的宣传品设计的非常有个性 非常漂亮同时呢又会让人产生一些对我们企业的一个感性的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印象 那么这时候呢 我就找了一些美工过来帮我们设计 起初找了两三千的 因为大家都找两三千的 我们就找了两三千的 后来发现那个美工基本做的东西没法看 然后我们找了五六千都不行 最后我一怒之下在董事会上提出要求找年薪十万的美工 这个当然被我的大部分同事认为是滑稽的 认为是我这一辈子在我这个分不清轻重的一生当中 又一次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决策 然后呢 我采用了什么又哭又闹 哭哭哀求满地打滚各种各样的方式 争取到了年薪十万的预算 去招了一个年薪十万的美工 当时从广东招了一个 但是试用期没过就把它打不走了 因为我包括他还试了两三个年薪十万的美工 基本都没法用的 非常的差 根本达不到我希望达到的要求 所以我认识一些广告公司和设计公司的朋友 他们就说老罗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设计师 什么样的美工 给我们看看你满意的作品 我就从网上找了一些海报设计啊 广告宣传品单页这种设计的东西给他们看 然后他们看完了以后 我认识七八个这样的朋友 都给我的是一模一样的一句话 叫做真正好的广告公司 你是请不起的 你在中国 我好像整个商业世界都不太重视这些 什么宣传品啊 广告啊 这些东西 创意方面特别的不重视 如果大家都不重视的话 有可能你不重视也没事 这是一个 从这个逻辑的另一面 就是说 如果大家都不重视呢 你稍稍重视一点 可能就很快就出了一把脆了 是吧 所以考虑到这些综合的因素呢 我就想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但是当时我能解决的 钱也解决不了 然后关系也解决不了 我就在董事会上无耻的提出 要二十万三十万的预算 当然马上就被 其他的几个董事 直视为小丑 是吧 小丑 因为我们一线的教师 也不过三十万 如果我们找个广告设计 都要花三十万块钱的话 公司肯定等着 就是倒闭 所以呢 我当时创业半年多以后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和 这个重要性以后 以我三十七岁的高龄 硬着头皮 用加班时间 开始自学广告设计 是吧 自学广告设计 这是三九年二月 当时延安经费紧张 反正这句话鼓励了我 我开始自己动手 风衣足师 学着开始做一些 平面设计这方面的东西 那么硬着头皮 用每天加班的时间 大概做了大概 到现在为止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我认识广告公司 设计公司的朋友们 如果他们不是骗我的话 他们说老罗 你这个教育培训机构 现在倒闭也不怕了 倒闭完了 你可以开一个广告公司 是吧 或者开一个设计公司 虽然你还达不到一个专业的 一流的设计师水平 但是 一年半能这样的话 朝这个镜头再死死进 创意我还是有的是吧 如果按这种方式 死死进的话 可能 公司倒闭了 你或者开一个广告设计公司 或者到广告设计公司 去找一份猜试 应该有问题不大 是吧 问题不大 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基本合格的 37岁高年开始学设计的人 做过的一些海报设计 给大家看一下 是吧 这是我们做过的一些海报 这是我们早期 被整张接走率最高的一个海报 在高校里贴海报呢 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一般来讲 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被沾上别的东西 或者被撕走 但我们的校园代理 跟我们的反馈是 我们花了一些力气功夫 在这方面 花了一些心思以后呢 我们的海报 被完整的整张接走率比较高 整张接走率 通常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很多高校的教室 寝室宿舍条件比较差一些 这墙上有一些霉菌呢 霉斑呢 或者是有点脏东西 大家如果找得到一张美女图 很愿意 男生宿舍愿意贴一个那个上去 如果找不到 再找一个风光图 也会贴一个上去 如果这些都找不到 现在大家也不流行用挂历了 是吧 挂历用的也比较少了 所以找不到这种图 往上贴的话呢 很可能他就会到海报栏里 海报栏附近去转一转 但是如果某一家海报栏 某一家公司的海报 设计的看起来顺眼一些呢 可能就整张接走率高一些 是吧 所以因此我们 尽可能花一些心思 在海报上 尽可能把它做的 看起来舒服一点 产生的负面影响 是被完整 这个整张接走的这个比例高 因此增加了印刷的成本 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是吧 如果他拿过去 那就意味着他寝室 还有七个倒霉弹 也要整天看那个海报 所以呢 对我们来讲 有客观上 有实际的传播效应 是吧 传播效应 我们由于基本功比较差 只能采用取巧的方式 设计海报 就尽可能采用的 都是简洁的 然后呢 跟背景可以完全脱离的 这样的元素 那么这个就是当时 我们找到美工 怎么做都不行的情况下 我自己让他用3DMAX 做了第一第二个 那个红靶子 然后第三个 我要质感非常好的 完全裂开的靶子 找不到 他做不到 我只好在国外的图库网站上 花钱买了这么一个靶子 然后让他把三个箭头 放上去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视觉冲击性还比较强 简洁有力 上面那个呢 射中了靶子 射偏了 写的是阿玛阿狗英语培训 第二个 射中了靶心 实环完美 写的是大型阿玛阿狗英语培训 我并没有诋毁 我的大型那些同行 没有说他们解决不了问题 第三个呢 他以短触胖的姿态 是吧 棋子射中了靶子 把靶子都干烂了 是吧 然后下面广告语写的是 选择我们效果硬朗一些 是吧 选择我们效果硬朗一些 那么跟我们企业的自身定位 和我行走江湖的风格 也是比较吻合的 这个很重要 并不是说好看就行了 是吧 这个很重要 同时呢 我们并没有像那些 非常傻的自恋的那种企业一样 把自己的课程信息 密密麻麻的印到海报上去 这是很滑稽的事情 大机构这么做不奇怪 小机构根本没人知道 你阿玛阿狗是谁的情况下 你把那么多的课程信息 印上去干嘛 就像是你 你刚跟一个作风保守的女孩子 牵过一次手 你就准备了大量的寄生用品 这个不是不可以 是吧 不是不可以 是一个傻不傻的问题 傻不傻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尽可能设计海报的时候 只是把我们的网站 电话这样的必要信息印上去 从不把我们的课程信息 制作作型的印上去 是吧 这也使得我们趋约于 其他公司的海报 大家如果在大学校园里 观察过商业海报 可能就会发现 比如说 叫什么 考研机构的海报 大家见过吗 都是什么德行 四个巨大的黑体制 某某考研 某某考研 都是四个字的 某某考研 一至六家 全部贴到一面海报墙上 你老远看 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后密密麻麻的课程信息 叠加的印在上面 印得非常的简陋 留学考试服务机构呢 相对好一些 那也就是用了全采的 同班纸印刷印一张海报 但是留学考试机构 又是怎么做的呢 你可以想象 是吧 老远一看 六家机构贴到海报 全都一个德行 蓝天白云草地 然后穿着 质地良好的TV衫 或牛仔裤的年轻人 夜下夹着两本书 显示是学生振奋 站在一个 外国知名大学的 建筑物前边 露出雪白的牙齿 在那撒笑 为了体现是 国际化的院校 肯定有一个黑人 有一个黄总人 有一个白人 你没法想象 他们会这么没有 就所有的海报 所有的设计 所有的宣传品 全是八股文 全是八股文 所以我有时候 站在那看我的同行 贴的这些海报 甚至产生一些恶意的 诡异的联想 我就想 如果我是印刷厂 TJ六家同时印海报 我把他们的地址 电话什么 全部印错 对调过来 学生不会发现 公司都不会发现 没有任何人会发现 是吧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尽可能 以自己有限的能力 尝试把这些海报 做到有一点点创意 是吧 有一点新颖的地方 最好视觉上 能够再精细一些 是吧 那么是实际上 这样张贴了一年多 以后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从学生代理 那得到反馈 就是老远看一款新海报 即使没看过 也知道那个应该是 老老英语培训机构 也说识别性还是比较强的 基本上采用的 都是这种简洁的方式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 这是我们在去年的暑假班 由于想不到更好的宣传点子 所以我们采用了 比较唯美的方式 做了一个 速度感性的 这么一个海报 写的是住宿班 然后上面有一个漂亮的郊区的房子 当然我们作为商业的基本道德 上面用小字印上 非实景图请勿上当 是吧 因为我们找的校舍没有那么漂亮 然后左边有个老老英语培训的logo 木头牌子立在草地上 右下角又来 来自外地的三个孩子 模样的三地小人 是吧 拿着这个行李箱背包 一看就是从外地过来的 采用了速度感性的 唯美的方式 实际上产生的效果就是 这一年暑假班 女生招的明显比男生多一些 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是吧 但谈不上什么收获 我们不介意招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但是确实出了一些这样的情况 那么你可能由于这个投影的限制 看不清我们的局部 细节上花了多少的心思 是吧 多少心思 我体贴的给你们准备了局部放大图 看一下是吧 至于最平庸最基本的信息 我们也尽可能 要么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东西 去对应它 要么就从网站上花钱 买国外一流的设计师 制作的这些素材是吧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 那个独立卫生间 你看我们无非就是什么 双人间呢 宽带啊 热水啊 空调这样的东西 那么卫生间的那部分 也找 在几百万张的图库里拼命的找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 坐在马桶上的三级小人 是吧 让他知道来我们这上课 至少还有一个马桶可以坐 是吧 可以马桶可以坐 那么尽管我们在这个方面 是一个新人 也是个外行 但是由于你的业务 你的发展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那就尽你所有的努力 尽可能的 以你有限的能力 把它做到完美 做到极致 是吧我们每次作为一个教育培训行业 跟广告设计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业 但由于我们工作上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就像一个年轻人学着做平面设计 然后每一个做出来都带着一种幼稚的年轻人要拿去参赛的这样的心理 是吧 尽可能的把每一个做到非常的好和非常的完美 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感性认同 是吧感性认同 很多时候呢 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课程 但是这个不一定就是说 至少在商业上 它不一定是一个直接的卖点 是吧 很多人会因为一些感性的理由去选择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努力做好课程的本身 也会在这些方面花很多的心思 尽可能把把我们的事情给做起来 是吧 做起来 那么我们还做过一个这个比较好玩的海报 就是上一个暑假住宿班的时候 我们当时考虑到创业二十多个月以后 我们从网站上留言板上 还有什么收到的邮件和客服咨询电话里 发现了一个数据 就是对我们机构问到的最多的number one的问题 是老罗你好 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个团队了 请问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这开分校 想上你们的课 然后留了一个非常偏远的城市的名字 每次看到这种留言和短信的时候 我们都感到非常的焦虑 这意味着有人想送钱给我们 我们也很 我浴火焚身的想去拿那笔钱 但是由于一些什么客观条件的限制 我们只能要远远的这样对视 是吧 对视 然后最后自己洗洗碎了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考虑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想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尽快的扩张 开到二三级城市给他们提供课程服务 那我们应该想想办法让他们过来读 过来读最大的问题就是费用的这个昂贵 说费用特别的昂贵 在北京 你从外地到北京上一个住宿班的话 住宿费用要比学费要高的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和所有能给我们提供住宿地的这些住宿地的提供商 一般是旅行社 还有我们的老师去商量说我们开业当时是快两年了 是吧 我说开业到现在 咱们住宿班成绩基本上是没有的 因为机构还很小 所以住宿班 一般住宿班学生和走读班学生的比例大概十比一 这个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走读班也没有开出很大的规模 情况下住宿班不可能开出特别大的规模 所以我说我这个假期住宿班要么取消 要么咱们开呢 就做一个极其优惠 难以置信的优惠 然后老师们听完了以后也都很高兴 愿意在课筹方面做一个让步 他说要么就少拿点钱 讲讲住宿班试试 刚刚把它推广起来 最后大家都有权赚 要不然呢 就首先取消不开了 开会的结果大部分老师都同意了 所以我们就尝试通过教师们在客车方面的让步 和住宿地供应商为了尽快把我们扶持起来 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只跟一两家垄断机构合作 相应的就是他的成本被压得非常的低 他的利润被压得非常的低 所以他很希望我们这种小破机构尽快成事 他就可以跟三四家大机构做下来谈条件 所以综合了各种资源和条件之后呢 我们算了一下成本下了一跳 因为我们的住宿班可以做到跟走度班完全一样 也就是走度班是1280块钱的情况下 住宿班也是1280块钱 所以当时我刚好在看很多关于免费 这个方面的概念的这些商业书籍 所以我就想原来我一个笨笨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走度班是1280 住宿班也是1280 然后把住宿班这个方案呢 推广的时候想了各种土名字 什么跳楼价 吐血价 什么什么什么离婚价 什么自杀价等等 想了一些这个行业里的传统的土别做法 就要像我在西芝门注意到一个服装店 我来北京十年了 那家商店对外边用喇叭整天播的广告 就是说因本店倒闭 十年了是吧 十年了 所以呢 这些做法呢 实际上做起来 第一没什么效果 第二呢 只会显得你的滑稽 所以我们决定不用这些 然后我们就刚好看到很多关于免费的商业理论书记 所以我就想 我就这样好了 我说住宿班1280块钱 走度班也是1280块钱 只不过住宿班的住宿是完全免费的 这比你告诉他住宿班学费是600多 住宿也是600多 要效果好的多 是吧 我们用醒目的红字在海报上和所有相关的宣传配道上 全部用醒目的红色 注明住宿是免费的 终于迎来了开业以来的第一个小高潮 当时我们得意洋洋的 真正之喜的 做了这么一款海报 是吧 写的空前火热 打架报名中 这个3D的小人是因为我找的设计师 做不到我要的这种精度 也是花钱从一个希腊设计师的网站上买的 是吧 它是非独家授权的方式 你们可能今天注意到 已经很越来越多在使用这种3D小人了 我们在08年起初使用它的时候 在中国还没有人用 现在已经到处都在使用了 所以因此也产生了一个很滑稽的效果 就是有一些门户网站呢 做一个美工 做一个页面专版的时候 也花钱从这些网站上花钱买了图 因为是非独家授权的 就给他一笔使用费 一张图一般也就是一两百块钱人民币 他买了这些图也用了 但是由于我们用的比较早 所以我经常在门户网站上看到读者留言 破口大骂 说你们他们这么大的网站 还剽窃老罗英语培训的设计 这个也是我听完了以后 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呢 并不是说我们用的早就骄傲 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小企业和一个大企业 同时使用了一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竟然认为是大企业剽窃了小企业 而不是小企业剽窃了大企业的 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是吧 我们在这个广告设计上 唯一的创意就是 我们花钱买的图就是两个台单架的小人 躺着一个受伤的小人 我让我的美工设计了一个红色的听科镜 强行插入受伤小人的手里 所以在这个海报设计上 只有红色的听科镜 是我们的美工做完了插入受伤小人的手里的 叫做空前火热打架报名中 当然这个因为注重了一点趣味性 所以在校园里也产生了很好的传播效应 每一次如果能够的话 尽可能把你设计的东西有一点好玩的特质 这便于它的传播 是吧 便于它的传播 那么当时我们采用了火热报名中这样的名字 打架报名中这样的名字 是因为我们创业以来真的迎来了第一个小高潮 所以采用了这种方式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由于从来没有火热过 所以没好意思用火热报名这样的方式 我们电话也从来不写热线电话 大家都知道 行业里的惯例是 无论你的生意多么冷清 东西多么自销 你都要写火热销售中 你的电话就算客服电话 一个星期才响两次 你也要写热线电话 400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是很丢人的 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么做过 直到迎来了第一个小高潮 我们才如饥是可的把空前火热 打架报名中给印上去了 这是我们创业以来收获的第一个火热这样的 合法使用权是吧 合法并且是合理的使用权 因为我之前看的时候 大家都说如果你只是想短期的片一笔钱拍屁股走人的话 那就没什么可讲的 怎么做都对 但如果你想把一个基业长期的做下去 做一个百年老店老店这样的心态的话呢 任何时候 城市都是最明智的选择 是吧 城市永远都是最受欢迎的 所以考虑到这个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在生意很冷淡的时候 从来没有好意思用什么火热报名中这样的字样 这是我们开业前十来个月的时候 使用最多的一款海报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设计 只是找了一个炸弹 这视觉上有一个冲击性 然后配了我们红白黑的这种感觉 然后把一些基本性吸引上去了 没有任何的创意 只是找一个漂亮顺眼 当然炸弹 我找到美工做不到 只好又从国外买了一个炸弹 是吧 这也是花钱买回来的一个炸弹 然后做了这么一个设计 那么当时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招来的那个美工小伙子 上去就直接写了一个火热报名中 然后我当时感到很窝囊 我就把他叫到公司前台 我说你是想恶心我对吧 因为你来上班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了 咱们这从来就没有火热过 平均每天来两个人 还有一个人 他们竟然是问英福学校在哪的 因为我们跟著名的 欧洲最大的教育品牌的英福培训 在同一个楼层 出了电梯先是我们 拐过去才是他们 所以每天来的两个客户里 一个是问我们的 一个是问英福的 我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可以写上火热报名中呢 然后傻小子很不服气 说不都这么干吗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说别人都这么干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这么干 他虽然是个傻小子 听出这不是疑问句 是反问句 是吧 所以他就没回答 低头看自己写 我说行 那我就不问你这个了 我再问你一个 我说既然别人都这么干 我们也这么干 管个屌用 然后他愣了一下 说这倒是真的是吧 这倒是 我说那你明白了 他说明白了 我说赶紧去给我改一改 他说好没问题 过了两分钟就叫我说 罗老师赶紧过来看看 我跑到那一看 海报上写的冷淡报名中 这个 我当时就火了 我说你他妈诚心气我是吧 然后小伙子也很委屈 说你到底要人家怎么样吗 非常 非常疲劳的事情是吧 后来我说 我们是要说实话 但也不要那么吓人嘛 你至少可以做到不吓人 是吧 不吓人 你想一个机构 对外边说 我们在冷淡销售中 冷淡报名中 这个不是对不对的问题 是吓人不吓人的问题 是吧 显得你像个精神病 有问题是吧 出事了 就这个感觉 另外呢 你如果看到冷淡报名中 又觉得这家出事了 你还敢报名吗 基本上不敢 直接就吓走了 是吧 就好像我们到一个饭馆 饭点了 你看能做600张桌子 极其巨大的饭馆 只坐着一桌人 或者没有人 你可能心里就犯嘀咕 所以你没有必要 让人知道 你那么冷淡 是吧 那么冷淡 不用假装冷淡 也不用假装火热 然后他就说 那你怎么办呢 然后我想了想 我说 我其实说实话 也没有什么好的创意 所以我们在初期的 只好不干不尬的 使用了这样一个海报 当然你可能看不清局部 是吧 我给你一个局部放大 我就写了个不温不火 报名中 实际产生的效果 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经常 校园代理听到 有几个学生 凑在海报栏前面 说这家挺逗的 写的不温不火 报名中 然后就听到另一个人 以资深的口气说 原来是老罗他们 怪不得呢 效果还不错 是吧 还不错 但没有直接产生 什么报名的这种效果 但是至少在口碑传播 让人觉得 这个企业跟别人 不是特别一样 但是并不是很吓人 如果那些冷淡报名中 确实很吓人 是吧 这也产生了一个 说的过去的效果 这是初期的时候 没有更好的创意 和设计的情况下 曾经使用过的 一个一个做法 是吧 后边有一些 我们早期做过的海报 大家可以快速的 浏览一下 是吧 尽可能的都是 在自己技术实力 不够的情况下 采用简单简洁的方式 有效的传达一个信息 同时保证了 视觉冲击性 和细节的精致 是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一个做法 那么 这是我们早期 使用过的东西 然后整体上的风格 一致性还是有的 所以在学校里 贴了一年半以后 取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像刚才 跟大家说过的一样 只要一贴出去 即使是新款的 他们也知道 是我们学校的 也就是说 识别性这方面 至少是实现了 是吧 识别性这方面 至少实现了 但是后来呢 大概从09年的 下半年开始 越来越多的国内机构 开始使用这些 3D的这些原件 去做自己的海报设计 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被搞得很尴尬了 是吧 不想再使用这些设计了 所以今年开始 我们做了一些转型 在这方面 把原来使用过的 这些东西 不再使用了 今年开始 我们仍然做不到 一些很理想的东西 但是我们开始 改用一些真人的元素 做了一些海报 效果也是不错的 是吧 我们前面提过 恩天搞定 这款海报 引起了很多争议 我们说六个月 我们把一个 打小学习 不靠谱的摇滚乐手 折磨成了一个英语老师 搞定踏实本分的 上班族的你 我们简直 不能更有信心了 这个海报出来以后 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有人说老罗 你说恩天搞定 是耍流氓 你六个月搞定 一个英语老师 难道不是耍流氓吗 我觉得恩天和六个月 是有本质差别的 是吧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算日子的 我自己当年 就是一个英语技术 很差的 用了十二到十五个月的时间 做了GRE老师 这个被认为是 在商业英语培训领域里面 最难的一门课程 我也只不过用了 十二三个月 我们这个六个月的老师 现在教的是 新概念的第一次 基本上是从零学起的 完全没有问题 是吧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 今年开始使用的 用活人 或者是用其他的 真实的这些照片 做的海报设计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今年使用过的 一个另一个MAR的 这个其实跟政治没关系 但被扯到政治上去了 其实当时就是 今年的 把去年的一块钱方案 进行了翻版 然后为了具有某种话题性 就找了一些一块钱 能买的东西 但是我们这个海报 贴出去不久 玉米就一块钱买不到了 所以我们成了政府的替罪羊 是吧 警察会挨骂 倒算一块钱 好像还能买到一盒 是吧 还能买到一个 三个鸡蛋肯定买不到了 所以我们又成了 又成了 我们差点被当成了五毛党 是吧 五毛党 菜包子一块钱 还是能买到的 我试过了 电池有人说 你到哪能花一块钱 买两节电池 一听就是 只用南福和金霸王的这些人 你们可能不知道 那些什么金五星 这种小百货批发市场上 一块钱绝对能买到两节电池 到现在还能买到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 是吧 这个东西很重要 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教育培训机构 你设计了一款海报 就一个避孕套 一块钱 首先我解答这个问题 有人说 你他妈从哪能花一块钱 买得到 避孕套 一听就是 只用杜雷斯的中产阶级 路边扔一块钱 硬币出一个的 什么男子汉 这种牌子 一块钱是可以买的 我年轻时候也是穷过的 是吧 现在我也不富裕 只是个小中产 是吧 我年轻时候 就买过很多一块钱的 现在我去看 那还是扔一块钱 就会给你一个 是吧 为了做市场调研 我还去扔了一块钱 这个就很重要 我们把这八款海报 都贴到了网站上去以后 被学生传来传去 在校内上一些无聊孩子 传来传去 最多的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如果你只设计 一个避孕套的 把它放上去 效果好不好 传播效果没有问题 但大家会觉得 你这个机构 太他妈不正经 你搞教育的 整天拿冰套 说什么事 所以一定要 弄八个东西 全是日用品 有吃的 有用的 使得这八个里 最具传播性的东西 有了合法的身份 有了它的合理性 对吧 因为我们把八个日常的 吃的用的东西 凑在一块的时候 没有人觉得 你的心思全在那个上 是吧 但是如果你做一个 教育机构 只弄一个避孕套 放在这 这个传播上 可能产生传播效应 但相应带来的是 一个负面的东西 是吧 负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每一次 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充分考虑它的传播性 营销的角度 或者说传播的角度 充分考虑这些的同时 仍然要保持一个 你不能走我大姐 那样的路线 是吧 我们当年十大网络红人 我是老七 你们也知道 芙蓉这种是老大 是吧 走这个路线的话 至少对我们这个行业 并不是很合适的做法 好 这个广告设计的 这个也吹差不多了 其实也没什么 特别了不起的设计 只不过花了一点心思 就使得 在一个普遍平庸 和没有创业的行业里 我们只不过 花了一点点心思 就显得 非常的与众不同了 但是 我做一个外行 以有限的能力 去做这些的时候 真是尽我 有限的能力 把每一个细节都扣到我能扣的极致 是吧 这得益于我的性格 和年轻时候看过的一本书 我在这也想推荐大家看一本 可能现在的人都不知道 这个企业领袖了 是吧 安德鲁格鲁夫 大家知道吧 英特尔公司的前总裁 他是一个难民 跟着父母流亡到美国去 后来创立了自己的这种 很大的这么一个机构 他写过这本书很著名的 他的名字叫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我很喜欢这句话 在高度竞争的 充分竞争的 高度完善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里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是吧 我们经常见到一些成功的企业领袖 他做得稀里糊涂 大膝盖 就把事做成了 这种情况有 除了运气的成分 还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这通常不是一个 充分竞争的 高度发达的这种一个企业 如果是高度成熟 充分竞争的行业里 基本上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是吧 所以呢 我们教育培训行业 目前其实还算不上 大家说什么 中国民营英语教育培训行业 白热化 你这么晚了 才进来有个屁用 是不是一点晚了 问这种话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 竞争白热化 是那些只做营销 不做产品的企业 做产品的企业 竞争并不白热化 说实话 我们在中国 做英语培训行业 我们只有一家竞争对手 只有一家竞争对手 这就很好做 如果有两三个巨头 都跟你是直接竞争的关系 基本上新人就没机会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 我对做这个事情 还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那么我们除了平面设计方面 被迫学了一些新的东西以外 其他方面 我们倒是开始之前 就有一些储备的 比如说我一直想做 电视的这种广告 或电影的这种广告设计 但是我其实 0304年的时候 在北京电影学院 进修过一年 导演系到进修班 当时我的目的是 拯救中国电影 但是后来 我还没来及 拯救中国电影 已经火起来了 是吧 现在单从商业上来讲 中国电影已经是很成功的了 是吧 很成功的 越来越多的生意人 扑到这个行业里来了 那么我们当年 去学的时候 中国电影 商业上还比较惨淡 艺术上就那么几个大腕 所以我当时 跟我的学生叫嚣我说 我要拯救中国电影 那到了今天 一直没有做成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还是钱的原因 电影这个行业 比较讨厌 不像写书 你关起门来拿个笔 就可以了 现在有个键盘就可以了 那么 做这个电影这个行业呢 如果在能播出的 专业制作级别的 至少要三五百万 这是最低最低的要求 那么我一直以来 就是 我出去吹牛行 跟朋友扯淡这种行 但是 你让我从一个 坐在一个财主的面前 然后到慢 让他把他兜里钱给弄出来 给我去拍个电影 或者干嘛 这些东西 我就特别不擅长 每次说实话的时候 我都会浑身出汗 是吧 所以呢 一直以来就没有 忽悠到别人的钱 去拍这个电影 但我那时候 也没有自己打算 创业的念头 现在我做了生意 所以我觉得很好 是吧 我觉得做生意很好 如果 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我们现在招生 基本上是一年 一点二 一点三倍 这样的增长速度 是吧 所谓的几何几数的增长 所以呢 给我个三五年的话 可能我自己拿出几百万 拍个电影 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到时候的话 他的快乐是 显而易见的 我们去拍一个电影 你首先要去跟人家骗钱 看脸色 这已经很痛苦了 接下来还要给一群 神秘的一群 中老年的老头老太太 你们听说过 是吧 广电那口 有那么一群老头老太太 决定了13亿中国人 能看哪部电影 不能看哪部电影 像我的偶像宁浩老师 拍的新电影 就因为这帮笨蛋 说不能看 于是我们就都不能看了 是吧 那为什么受限制于他们呢 还是一个钱的问题 是吧 比如说制度性的改善 我们一直不能实现的时候 如果你个人能力增强了 也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当时我就想 我一旦开了公司 我就很爽的想 我他妈有了五百万 我自己去砸 然后拍一个电影 不要回报 不送审 不审查 我自己写一个剧本 不送审直接拍 拍完了也不送审 不在国内播 用不着 老子有钱 是吧 然后呢 能发行就到海外去发行 中文电影在海外发行 肯定是小市场 在国内这块市场 最大的一块市场就丢了 所以大家都 低三下势的去看 那帮笨蛋的脸色 就是为了争取在国内能放 但我们不想在国内放 我们全部制作 盗版光盘 满世界免费发放 就像我的 就像 就像我的偶像 艾薇薇老师做的那样 是吧 他做了好多盘 免费发放 你这个很难抓他的 首先 说是盗版光盘 都是不准确的 版全是老子的 怎么是盗版 第二呢 你说我非法制作 光盘卖钱 老子是白送的 如果你拍的电影足够好 中国的文艺青年 人手一张盗版节 那他的影响力 远比在院线播放 要好得多 是吧 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呢 我现在对这个 制作电影这个 一直还都是有热情的 然后我的剧本 也一直在推敲的 但是 做了商业培训机构以后 我刚开始 一个幼稚的想法 是我可以拍一些 想到一些好一点的 创意的这种广告宣传片 拿到网站上播放 或者是 拿到电视台去播放 但是实际操作完了 才知道 这些全是烧钱的活 在电视台播放广告 一秒钟要给多少多少钱 然后在网站上 如果是那种流量特别大的 也是点击量 收费的特别特别的昂贵 我们中小企 所以你就注意到 中小企业 基本没有在电视台打广告的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大家是打不起的 是吧 所以呢 空有一身本事 就一直浪费掉了 反倒在一个完全陌生的 平面设计领域里 挣扎折磨了一年半的时间 结果今年春天 那莫名其妙就来了一个机会 就是大家知道 谜定音乐节 是吧 谜定音乐节 这个学校的校长张帆呢 跟我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 我们俩本来不认识 然后他介绍我们认识之后呢 我作为谜定音乐节的老粉丝 提出愿意在他今年春天 谜定音乐节开始之前 在我们的网站上 给他做一个推广的 这个免费广告 给他们打了一个多月的广告 后来张帆校长找我吃饭 然后就提出 现场谜定音乐节 大家知道谜定音乐节 对吧 现场上会有很多的人 很多年轻人就多的时候 有八到十万这样的年轻人 会去去看 然后呢 现场有大屏幕 在两个乐队演出的间隙里 会滚动播放一些商业的广告 他说很愿意替我们免费播放一些广告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可以制作一个四十秒到一分钟的宣传片 拿去给他们播放 我们当时听了以后 就感到非常的高兴 难得的机会 终于能拍点什么东西 给一口气给十万个年轻人灌输一下 是吧 然后给他们造成一个扩大我们的知名度 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个企业 我们当时感到很高兴 但回来商讨以后呢 发现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但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就是有些同学可能 不是同学了 是吧 有些朋友呢 可能没有去过迷地音乐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通常是什么样的局面 晚上去看是这个样子 白天一般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很高兴的一群年轻人 是一个非常好的节日 是吧 非常好的节日 如果再走近看一些呢 通常是这样打扮的年轻人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好 是吧 我觉得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 如果我年轻的时候 赶上现在这样时代 我可能十八九岁也会打扮成这样 我不觉得这个有任何的不好 但是请允许我认为 他们看起来实在不像是想学习的样子 那这里边就有个尴尬 你是搞教育培训的 财老师很给力 是吧 很给力 你是搞教育培训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对着这么一群年轻人 打一个教育机构的广告 这个广告的效果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是傻不傻的问题 这个愚蠢程度直逼跑到一个 好比说世界老年妇女大会上打卫生金广告 对着一群绝精的妇女 告诉她你的防侧漏技术都没先进 是吧 这个不是 这个 这个效果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是傻不傻的问题 是傻不傻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回来讨论了几次以后 觉得非常的尴尬 我们觉得 如果我们作为教育机构 去对着这么一群年轻人 打这样的广告 最终可能当选年度最纯企业 是吧 最纯企业 所以深思熟虑之后 决定放弃这个宝贵的机会 但是中间介绍的这个朋友很不甘心 给了我很多个人感情上的压力 他就说 你看我好不容易给你找了这么一个机会 是吧 你怎么就想不出一个好主意呢 我就不信你 你想不出来 是吧 说你能 你能 看好你哦 类似这种 就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那么在这种个人情感的压力之下呢 被迫整天加班在那儿 绞尽脑子熬夜去想 要解决三个不可能的问题 几乎是不可能的 完成三个不可能的死命 第一呢 这广告要看起来不少 这已经很难做到了 作为教育培训机构 跑到摇滚音乐节上 对着这样的一群年轻人 打一个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 要做到不傻 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同时呢 还要做到跟现场的活动 自身有一个契合 这个很重要 你比如说 一般去这样地方打广告的 都是年轻人的潮流品牌 生产乐器的 生产 什么音响设备的 或者是卖唱片的 去这种地方 是跟活动本身有一个有机的契合 如果你是生产过万瓢盆的 尽管这些人也肯定使用过万瓢盆 但是你去打广告 这个就是非常模糊的这么一个定位 甚至是愚蠢的 所以第一要做到不傻 第二要跟活动有一个有机的契合 如果竟然能够完成这两个使命 我们不免奢望 还有第三个就是 能不能让这么一群年轻人 看了你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之后 产生某种顾名 竟然产生了学英语的兴趣 如果能做到 就是一个完美的 获奖都不过分的这样一个广告 是吧 最后我在家里 苦思冥想了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终于想出了一个点子 最后把这个广告完成了 下面就给大家播放一下 是吧 看一下 一分钱都没有花的一个广告 一分钱都没有花 只是想到了一个点子 然后跟我们的许晨老师 我们两个晚上剪不剪不 就弄出来一个 是吧 然后到现在为止 我再啰嗦一遍 他第一看起来不少 第二呢 跟活动本身有一个契合 第三 竟然 让这么一群年轻人 是吧 对学英语产生了一点点兴趣 以至于给我们打电话来了 是吧 打电话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广告是怎么完成的 我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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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我们的灯光师傅很不专业 这时候你应该把我脸照的特别亮 自信的力量 你第一遍看 相信你们已经完全看懂 他传递的信息和想干嘛了 但是这还不够 一个完美的广告 每一个细节都是无懈可击的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生化同步 生化同步是毫秒级的 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和无懈可击的 想出创意 从完成 从想到到完成 只用了两个小时 然后用了两个通宵 把生化同步和所有相关的 以及整个的节奏感全部考 这是用六首摇滚歌曲里的局部 给拼出来的 但是整个节奏感和我们生化同步 以及你看到那些貌似无意义的字 其实全是跟殷杰是接近和吻合的 才能准确传递这个信息 好 大家再看一遍 可以把大灯关了 还有就是他们一会鼓掌 马上开大灯 我把大灯关了 这就是他们一免 真是没意义 我们当时拍了这个广告以后 由于极度的不自信 其实我经常都是不自信的 你看像今天晚上这个活动 我们就由于不自信 选择了只有980人的海淀剧院 我们担心万一做不满 发动亲朋好友过来凑数 多他妈傻是吧 所以我们就精心挑选了一个 能够实现我们700寸投影 同时又是人数尽可能少的 980人的海淀剧院 但万万没有想到 只用了十几个小时 我们所有的票都卖光了 是吧 卖光了 恨死我了 当时我们完成了这个广告 由于不自信呢 就发了一个贴子在校内和优酷上 标题是可能是史上最酷的英语评计学校广告 切生生的发了这么一个标题 是吧 可下而知引起了群动的极大愤慨 他们纷纷留言破口大骂说赶紧他妈把可能事去掉 在这种 在这种强大的不可阻挡的民意面前 我们可耻的屈服了 是吧 可耻的屈服 然后我们再转贴到所有视频网站上的时候都去掉了可能是三个事 直接就用了史上最酷的英语评训学校的光 这就是民意的力量 是吧 民意的力量 那么 稍后不久呢 越来越人给我们提出新的建议 说你这个其实呢 应该 应该去看一些本质的东西 是吧 比一些表象的东西可能更重要 然后为此我们董事会很惶恐的开了几次会 我们到底是不是史上最酷的英语评计学校 最后大家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因为 但是这个并没有什么可知的骄傲的 因为英语评计行业本身是很土鳖的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是吧 非常土鳖的这么一个行业 在这么土的行业里 想做的酷一点 其实并不是很难 是吧 并不是很难 所以呢 我们为此呢 进行了仔细的研讨 就考虑我们为什么是史上最酷的 是吧 史上最酷的英语评计行业 我们找到了一些 没有那么酷 挺质朴的一些东西 最终证实了我们是行业里最酷的机构 是吧 最酷的机构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 使得我们成为行业里最酷的 都是非常庸俗的东西 首先我们的教师 拿的是行业里最高的薪酬 同时我们提计般的不缺理想主义 这个很重要 是吧 很重要 因为你去给人家打工 你图什么呢 要么就是钱 要么就是有一个笨头 是吧 要么有一个笨头 一般说来给你个笨头的企业 他不会给你钱 给你钱的企业懒得给你个笨头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 我们这两种都不缺 是吧 所以对从业人员来讲显然是一个很爽的选择 那么除了对教师 还有一些对基本的员工 就是我们这里的员工 他们也觉得我们这些 我们这个机构呢 确实是一个比较酷的这么一个国内的小破机构 这里边有很多原因 那么我接下来要讲的 没有像刚才的那种什么摇滚乐呀 那种唱片的 什么酷酷的 或者是很好玩的那些东西 都是一些很朴素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使得我们成了行业里最酷的这么一个机构 都是一些非常朴素的东西 在正常的国家和社会里 正常的企业都应该做到的东西 但是呢 在我们国家由于某种原因 几乎没有做到的 几乎没有做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庸俗的东西 比如说加班费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在国内的企业里上过班的 基本上中小企业是没有给加班费的 包括上市的网站 你们四大门户今天都来了 据我所知 你们当中有两大门户 加班费按照法律肯定是给的 尤其是海外上市企业肯定是给的 但是给的方式是自己去添一个申请的 而且四个领导盖五个戳 把整个领加班费的过程设计成是一个屈辱性的过程 所以我听到这几个网站的朋友告诉我说 新人来了以后 第一个月受了这个洗礼之后 说宁可死 也不会去领第二次的加班费 太他妈丢人了 是吧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些朴素的东西 大部分企业做不到 所以呢 我们用一些很庸俗的东西 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比较酷的国内的中小企业 五险一金 你在国内的中小机构里 按照法律都应该办五险一金 但我没见过给办的 我们这里的员工都有五险一金 带薪的年假 这难道不是大企业才会提供的东西吗 实际上 我经常给我的员工开会的时候就说 你看 我说咱们这除了不大 什么都是大的 我们在公司里 所有的标准都是大企业的标准 但是 ridiculously 我们不大 是吧 那既然这个结果是这么荒谬的 那我相信他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发生变化 是吧 发生一个变化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东西 也都是很庸俗的东西 大家不要抱什么期待 在我们最吃力的时候 亏损最严重的年份 也给员工发了年终的双薪 是吧 还有就是这个是经常被我们的员工 津津乐道的一个事情 我以前没有意识到 它的重要性有那么大 我们公司办公用的 无论是Windows还是苹果操作系统的 所有的办公软件全都是正版的 所以经常有来我们公司上班 你看这些 本来都是最基本的东西 在中国由于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土 是吧 所以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没有 使得我们叫什么数字成名 是吧 就是指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公司的员工经常来了 上班一两个星期就突然来找我说 老罗很激动的说 我今年二十八岁了 我说行了回去干活吧 他说什么意思 我说你不就想说你二十八岁了 没摸过正版的运动 是否好费事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前几个员工都说过了 赶紧干活去是吧 本来都是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 但是呢 由于某种原因大家都做不到 比如说以前朱镕基跑到中裁还是哪 对财快专业的学生做出了非常简单的要求 说不做假账 在这样的学校毕业的中国的学生 在过去的多年里 一直在国内的中小企业混的一个会计 来到我们公司以后 特别惊讶的发现我们竟然只需要做一套账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大家都做不到 所以我这辈子经常被人家夸的时候 同时又产生一些非常矛盾的心理 就好像我去年勋奖的时候提到过的 我办了一个牛泊网 大家都说我很勇敢 说被网关了四次的一个网站 现在还不屈不挠 阉割了一个在国内开 然后完整的 有种的跑到国外流亡去了 办了一个牛泊国际和一个烟牛网 是吧 然后说老罗你真的没勇敢 你是不是经常被叫去喝茶 其实我还没喝过茶 是吧 没喝过茶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有多么勇敢 我只是有一点点勇敢 在普遍赏获的局面下 你就显得非常勇敢 就好像你生理上只是正常 但在一群阳尾面前 你就是一个猛男 是吧 就是一个猛男 所以呢 我做企业的时候的感想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们没有做出什么特别优秀 特别牛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做到了一些基本的东西 于是就拙人不群了 是吧 就是这个样子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看过 或者说听说过这样一本书 是吧 我相信中国人没几个人看过这本书 里面有一句中国的老百姓 包括文盲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叫做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是吧 我们中国人都听说过这句话 我想再解释了 为什么08年 我尝试做一个商业培训机构的时候 那么多自称是粉丝的人 给我来戏 来短信 来电话 什么给我的网站留言 破口大骂 表示失望的 绝望的 还有说你变了的 只不过他没有买到枪 是吧 就是这些 我们都相信 赚钱积累财富 都是有原罪的 是吧 我们都要双手肮脏的 漏到一些足够的钱 然后在黑社会洗白白 转身成为一个 社会上受尊敬的这种人士 是吧 所以这可能解释了 为什么 我在08年的时候 受到了那么多的辱骂 其实直到今天都是一样的 是吧 都是一样的 因为盲公司的事情 有时候牛伯打理的不够 很多牛伯的读者 就在那破狗大骂 说你他妈的 现在钻到钱孔里 什么都不管了 是吧 类似这样的事情 呃 好像原来是要发一个豆腐块 可能啊 还不 也许带着某种猎奇的心理 比如说什么 芙蓉姐姐的七弟 办了个教育机构 是吧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新闻 但至少可以当成一个花边新闻 然后找我踩了一下 当时呢 我就跟这个剧者吹了 我记得好像吹了四个小时的牛吧 前两个小时我还有点拘谨 因为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在嘛 不格一 他们都在 我在那吹牛的时候 有些拘谨 你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至少听过四百遍了 是吧 就好像我吹牛的时候 如果我老婆在我边上 我就吹不出来 因为他听过一千多遍了 就是这样 呃 当时呢 两个小时员工在 我吹的一些拘谨 后来后来两个小时 我们员工都下班了 吹到了六点 后两个小时 我就甩开膀子 完全就翱翔 是吧 给他吹了两个小时 我办企业的理念 最后听到他眼眶里 全是一些精灵的小东西 最后我也受到了感动 你知道那种情境是会把你自己带进去的 你本来想感动别人 结果你傻了巴基也感动起来 当时我就跟这个美女记者撂了一句狠话 我说我们的机构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一个毛孔都没有一滴血肪 这样的东西 接下来 接下来的结果就是 最终这篇报道出来以后 成了整整两整版的文章 你只带来了一些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在培训行业里的一些老大哥 给我打电话说 老罗我不知道谁给你投资的 但你财力真的那么雄厚 在新京报这样的报纸上 发整整两大版的软文 你他妈多有钱呢 你说你花了多少钱 我说我没花钱 我就给他讲了一些我的想法 他就觉得说的挺好 就给发了两整版 然后他说 小罗你这样不好 真的 我们都是一个圈里的 你跟我没必要这样 真的 你伤了大哥的心了 这可能是我们市场不安排的托 是吧 这个 我当时一个劲告诉他 我这不是花钱买的软文 他死活不信 最后还说到了一些 说我让他伤了感情 什么这样的批评 最后我就意识到 一句话就是说 在妓女的眼中 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是不卖的 他们对一个听到女人不卖的传闻 能理解的上限 就是是不是价格谈不拢 这是他们对不卖能理解的上限 所以考虑到这个 最后我只好可耻的屈服了 我说那你们以前花了多少钱 他给我说了一个数字 我说差不多吧 然后他马上受伤的感情得到了安慰 他说这就对了嘛 我一直在警惕一个事情 就是我真的没有觉得我做的有多高尚 但别人真的太差了 我的自大是这帮兔崽子自小导致的 你知道吗 我们本来都不用自大或自小 就自中就好了 但是一群王八蛋围着你 献媚般的自小 逼得你就膨胀起来了 好 今天演讲的最后一个主题 怎样在难以坚持的时候 坚持下去 其实我给你们讲的 笑咪咪的这些东西 背后全是血泪 你跟人一个傻叉机构 我跟他去抢一个团陪的单子 一家官方背景的机构 招了八十个学生 收了昂贵的学费 然后负责整个一条龙给他送出去 培训过程中 他们的老师是一滩狗屎 完全上不了课 所以需要找我们这种商业培训机构 给他提供团陪服务 我们跟另一家团陪机构 正面竞争的时候 他问我们能做到哪些 不能做到哪些 我们就告诉他能做到哪些 不能做到哪些 我们的竞争对手给的是 他们能做到哪些 他们没有不能做到的那些 那个官办机构的弱智决策员 他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 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 所以我们为了这些 貌似很弱小的这些坚持 损失了很多的单子 损失了很多的单子 所以我认为 我自认为 我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 很少有人能给我打击的 真正受到伤害 实际上男人也是有生理周期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 就是说我大概两三个月左右有一次 每次两三天 心理上生理上 哪哪都不舒服 就特别的沮丧 特别的绝望低潮期 我相信抑郁症的人 可能就是我那几天的长期状态 是吧 长期状态 那么我如果事情办的不顺利 又赶上那几天周期的话 会真的会 有时候也会有点扛不住的感觉 是吧 扛不住的感觉 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些东西 帮助我们技术性的 把一个明知道是正确的东西 坚持下去 是吧 所以我讲一些我的体验 相信对年轻人有一些帮助 是吧 有时候呢 我们为了坚持一个正确的东西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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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机适可的找一些东西 来帮助自己支撑下去 有时候甚至是幻觉都可以 是吧 比如08年创业的时候 到了冬天 很难受的时候 我就看了这么一个海报 是吧 看了一个海报 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些幻觉 是吧 找到了一些幻觉 这些东西真的很重要 是吧 真的很重要 有些人可能没有看清 是吧 有些人再来一遍 是吧 这个幻觉一旦产生 再看看这个海报 你还能挺一年 真的 你还能挺一年 在你决定堕落 做一个流氓之前 你还能挺至少一年 哎呀 看着就高兴 还有 有的时候 你得找一些精神鸦片 帮助自己支撑下去 是吧 这句话 我一直没有找到作者是谁 但我真的非常喜欢 这两年给我巨大的精神上的安慰 在理想集团和利益集团的斗争中 最终总是以理想集团获胜而告终的 你每次扛不住的时候 看一看这句话 又能帮助你挺个半年 是吧 挺个半年 这些东西 精神鸦片真的非常的重要 至少对你 对我个人是非常的重要 对我个人非常重要 幸运的时候 也有时候也有一些科学的理性的东西 也能帮助我们支撑下去 为了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命感 所驱使的人 所赚的钱 比纯粹以赚钱为目的的人 赚的钱更多 吉姆克林斯在他著名的商业书记 基业长庆中 这是调查了世界上一百多个大型企业以后 通过一些分析 得出的数据和结论 是吧 得出的数据和结论 我希望这句话对那些正在赚钱 然后打算赚干净的钱 还是耍个流氓 就一个月多赚五十万的人 犹豫徘徊的时候 多看看这样的话 多看看这样的话 这些全都不管用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找一些什么东西 就比如说 当我这些东西全都扛不住了 就到了我低的不能再低的低潮期 我决定妈的不干了 这样的时候呢 我就会找我最崇敬的人的演讲 是吧 这些会给我一些非常好的帮助 每一个生命来到世界 都注定改变世界 别无选择 要么变得好一点 要么变得坏一点 你如果走进社会 为了生存 为了什么不要免的理由 变成了一个恶心的成年人 社会中的一员 那你就把这个世界 变得恶心的一点点 如果你一生刚这么坏 不多 不重要是吧 如果你一生很直 没有做任何恶心的事情 没做对别人有害的事情 一辈子披了老命 勉强把自己这边的几个人照顾好了 老婆孩子老娘照顾好了 没有成名 没有发财 没有成就伟大的事业 然后耿着脖子 一生正直 到了七八十岁 耿着脖子去世 你的一生 是不是没有改变世界 你还是改变世界 你把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 因为世界才能够了一个好人 听懂吗 真的很管用 是吧 真的很管用 希望对你们也管用 当然可能因为有一些 今天邀请到朋友 因为已经不年轻了 是吧 所以看这些东西 已经不再那么容易感动了 你们可耻的成熟了 是吧 你们可耻的成熟了 零八年五月 我决定住这个公司的时候 我的一些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些 这个可能的投资公司 包括当时 你写的那个计划书里 一定要包括一个土土的 像小学生八股作文似的东西 叫做企业的使命和愿景 我从来没想过这些虚头半老的东西 后来他当时问到了 然后我坐在那儿愣了半天 他说你总得有一点使命和愿景吧 愿景这个词我很少用 应该是中学生写作文经常用的 写作文经常用的这么一个东西 后来我逼得没办法 我想了半天 我说那我能不能现在把这个填上 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材料 他说可以 然后当时就填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通过干干净净的赚钱 相信干干净净的赚钱是可能的 然后他那个表情就是 幼稚是吧 就这样的一个表情 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那我们现在做了两年左右 虽然还没有发财 但是已经 每天就起来鼻子里都已经闻到钱的味了 闻到钱的味了 然后我们基本上一年要翻一倍左右 我有的时候会被我们的前景吓醒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不知道我究竟会把这个机构做的有多大 尽管可能做的特别特别大 并不是我唯一的追求是吧 通过两年的一个书呆子出来 做两年的这种商业培训机构 我已经基本上在这方面建立了自信 是吧 证明我原来的那些想法是行得同的 行得同 所以如果我们要融资上市的话 我会把愿景写得再啰嗦一些 是吧 通过实现理想 让人相信实现理想是可能的 通过改变世界 让人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 注意最后一条才是关键 即使不在的东西 有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在人群里找到一个一脸猥琐笑容的胖校长 是吧 找到了吗 这个 中国呢 改革开放三十年 涌现了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 这些人发了财 赚了钱 肥的流油 但我们在中国 很少有听说老百姓普遍尊重的企业和企业家 有人把这个简单的归咎于中国人的仇富心理 是吧 仇富心理 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我很少见到任何一个 就最没出息的那种 胡乱仇富的这种穷光蛋 我也没见过他是仇视姚明这样的 亿万富翁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只有认定一个人的钱 是赚的不干净 或可能赚的不干净的时候 可能才产生这种仇视心理 是吧 我还没见过哪个 哪个中国仇富的人是仇视姚明这样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他的钱赚的比较干净 所以呢 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们国家 今天这个国富民穷的局面下 仇富的心理有他的合理性 同时呢 也有这些官商勾结的这些人 或者是早早就放弃了理想 变得非常恶心的这些商业人 生意人自己做的这些都有 是吧 它是一个复杂的原因 但是我希望 我想问大家的就是 从全球的全世界的范围看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公司 发了财赚了钱 肥的流油 同时又受到人民的尊敬和喜爱的 有没有啊 有没有这样的企业 当然有很多 是吧 有很多 呃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比较熟悉 并且喜爱的是这样的企业 是吧 这个在全球范围内 都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的 这么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机构 呃 甚至把不作恶 都写进了自己的宗旨的这么一个机构 来到一个神奇的国土 由于他没有采用神奇的方式 不像什么度那样采用神奇的方式 尝试 尝试以不神奇的方式 在一个神奇的土地上挣扎 然后再甚至做过一些妥协让步 尝试一些调整和转型 这样过程中最终还是失败了 是吧 现在呢 被迫跑到香港去了 但我不觉得这是谷歌的失败 是吧 我不觉得这是谷歌的失败 我觉得是我们国家和时代的耻辱 啊 我身边的很多反动派朋友 好像对现状总是很悲观 是吧 比如说牛伯被关掉的时候 他们就很悲观 然后还得我去安慰他们 经常我陪着他喝酒 喝到了12点 最后我们俩都忘了 谁是第一受害人 是吧 就是这样 我觉得谷歌从迟早会回到中国来 是吧 跟这些中国 那时候应该我们国家 已经变得不神奇了 然后他回来跟那些 已经不再神奇的这个度 那个度是吧 展开证明的竞争 各自赢得自己的市场和份额 那么我希望在这个之前 也许我们也有一个民主企业 能够发了财 赚了钱 肥的流油 同时受到人民的尊敬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我梦里看到那个企业的logo是这个样子 强烈建议你们也出来试试 在商业的机构里 想仍然坚持你的理想主义 比做一个教师 比做一个文人 比做一个艺术家 要难以万倍 要难以万倍 你做你那些的时候 理想主义简直是配套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领域里呢 真的非常困难 是吧 我可能有点失态了 是吧 这样不好 应该把它搞得轻松愉快 再一次 好 由于 由于昨天晚上我又犯傻 这个我要向我们的同事 许臣老师道歉 是吧 由于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演讲的这个方案了 无论是PPT还是文稿 都已经比较成熟了 因为今年的这一轮的内容 在北京的高校 全国的高校已经又讲了七八十场了 基本上不用再准备 但是昨天晚上我一想到明天要享受一个七百寸的剧场屏幕 和至少有二百个亲朋好友的捧场 面对着这些亲人吹牛 所以呢 我就想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这样的结果就是 我从昨天晚上七点开始到现在 就一分钟也没合过眼 是吧 我把我们PPT里要用到的一百 PPT里要用到一百二十个slides 修改了七十多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自杀的行为 是吧 自杀的行为 因为时间真的太短 所以我刚才上台之前 一直担心我这个气喘不够用 然后还要担心这个精神头上不来 但最终还是很好的 就是说 可能跟你们有关系 是吧 可能跟你们有关系 明年 明年一定要我要找一个两千人以上的场地 大家再happy一下 是吧 再happy一下 现在我想下去喝口水 然后请我们的许晨老师上来给大家唱一首歌曲 是吧 唱一首歌曲 许晨老师 许晨老师唱完了歌以后 我上来再跟大家说几个 真正触及心灵的话 大家晚上好 我叫许晨 非常感谢老罗给我这个机会 能在今晚呢 接着这个场合为大家演唱 那么在演唱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些话 实际上我跟罗老师呢 已经认识八年了 2002年的时候 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 那个时候老罗呢 到北京电影学院做讲座 后来我们成为了一个 我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主要原因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就是要拍电影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经常的碰面 那时候把拍电影这件事呢 做得非常的细致 我们不但把这个剧本把它完成了 而且连分镜头都分好了 然后谈论了一年多的时间 后来发现这个电影拍不成 然后呢 罗老师就回到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教书的岗位上 然后我呢 毕了业之后呢 就选择到这个英国 继续学习电影 所以说我在英国 学完两年电影 回到这个国内之后呢 开始参加工作 我当然希望能在电影界发展 2008年5月的时候 老罗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 他说许晨 我自己成立了一个英语培训机构 你愿不愿意过来教书 我说你让我过去教电影吗 他说不是 他说教英文 我说我不想教英文 我想拍电影 他说你找到钱了吗 我说我没找到钱 我继续找 我不想教英文 他说你这就傻了 你想啊 这个学校如果要挣了钱的话 拍电影 这件事不是轻而易举吗 我当时一听这个话 有些道理 然后呢 我就在2008年5月的时候呢 来到这个机构开始教书 在接下来的一年的时间里边 我教了一年的这个雅思的课程 然后我就发现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之后呢 没有人提拍电影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为什么 在这里边跟大家说这些呢 就是刚才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老罗的演讲里边 好像提到一个一句英文 叫 Mal and his art of management 这中文叫什么 毛室管理 然后又提到一些什么 洗脑和画大饼这些词 我 我刚才听他讲这段的时候 我的心里边的感受 就有点怪怪的 这件事情呢 我今天晚上回去好好想一想 但是现在呢 我先为大家演唱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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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将会唱一首英语歌 给你们 我希望你们能够 entertained 这首歌叫《Rings》 我再次会唱一首歌的歌 我再次会唱一首歌的歌 Ring, ring, telephone ring, somebody says, baby, what you doing? I've been wondering where you've been, now and then I think about you and me No use fighting things we can't recall, cause they don't matter now at all Just come on home, baby, I will laugh and sing, and we'll make love, let the telephone ring Ring, ring, telephone ring, baby, come on in, they call me blank on the radio Glad you came around, been feeling down, talking to Tony and Mario You know they make good conversation, still ain't no consolation Just say, girl, love, baby, I will give you some When somebody comes, let the doorbell ring I say, girl, love, baby, I will give you some ring ring golden ring around the sun around your pretty finger ring ring voices ring with a happy tune anybody can be a singer the sun come across the city i swear you'll never look so young and pretty hand in hand we'll stand up on the side with the preacher man let the wedding bells ring hand in hand we'll stand up on the side with the preacher man let the wedding bells ring thank you 歌唱的爱情就话太多了 回去再聊 关于场地 就是结尾的几句话了 一个关于场地 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因为今年不自信了 找了个900多人的场地 证实是严重失策的 所以明年会找一个两三千人的场地 那么我们这个场地 明年会找一个比较大的 然后跟今年一样我们会把门票收入 明年可能门票会订的高一些 要不然太不自信了 今年订成了三十块还送本书 明年订成五十块不送书 爱来不来是吧 爱来不来 然后亲朋好友 什么 明年五十块不送书 对 明年五十块不送书 反正这个钱最终都是要捐的嘛 今年也是捐的是吧 做慈善的 我们实际上是把钱捐给了 事先也打不招呼了 是吧 捐给这个 梁小燕老师主持的西部阳光基金会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明年可能我也会办一个罗胖子基金了 是吧 罗胖子基金 我已经等不了了 原来我准备发了财 再去办一个慈善机构 但是我现在已经等不了了 因为我看到我很多身边比我穷得多的人 也开始在做慈善 我感到被羞辱了 是吧 所以呢 明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过了春节以后 我们就开始启动我们就是做慈善机构的这么一个计划 是吧 更何况我们的盈利简直是 数着日子过的是吧 数着日子过的 所以呢 我们应该早点做一下这方面的准备 别等到关键时候再说 然后第二个是我特别想感谢这个 有一些朋友我知道他真的是跟我够意识才来的 因为陈小青老师一直在打瞌睡 是吧 在打瞌睡 所以呢 我相信这些人是 就是那种满脸的不耐烦 忍到了现在的 这是朋友中的朋友 是吧 我向你们表示我的敬意 是吧 表示我的敬意 然后我在这郑重发誓 我明年绝对不再邀请你们了 明年我会把这个事情 尽可能让所有用我所有的手段 让你知道有这么一档的事 你要来你找我 我不找你是吧 我不找你 这是我想对朋友们说的 因为我觉得真的 如果你来了 在那儿睡两个小时 我真的很内疚 是吧 我甚至心疼你知道 你可能不相信 然后呢 关于我老娘 我想说一下 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球上 跟她一起生活了38年 除了我们有个血缘上的关系以外 其实完全是来自两个星球的人 她不知道我在干嘛 她也不理解我在干嘛 她甚至不同意我做的任何事情 但是因为一些动物的本能 我们互相相亲相爱的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38年 然后呢 我今天不想把老娘搬出来 把这个结尾弄得很煽情 但是去年的时候 这个周云鹏老师上电视节目的时候 上鲁玉有约的时候 回来写了一篇文章 还是接受访谈 我忘了 当时他就提到 就是说像我们这些小城镇出来的人 在大城市做一点什么事情 一旦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 在家乡的那种贫困地区 或者是小地方的那些父母们 他们会把这件事情无限放大 并且以为自己的骄傲 考虑到能让自己的老爹老娘这么开心 当时周云鹏老师说了 孝心感动天地的一句话 他说 只要能让老娘高兴 就算让我上春晚 我都在所不惜 这个是我对孝顺能理解的极限 这是我能对孝顺理解的极限 所以考虑到这个 这次我母亲刚好来北京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下 我说 你是不是愿意去那儿看一下一些 有那么一千人对着我 还挺高兴 还鼓掌 还欢呼什么的 他说当然愿意 然后我说 如果我让他们给你鼓一个掌 就像一个老首长 去安慰一个劣势的母亲 一般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 安慰劣势母亲的时候 都会去说老妈妈 感谢你为人民生了个好儿子 现在为人民生了个好儿子的 老太太就在三楼的包厢上 大家可以向他 好聊人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你们真的很给面子 非常感谢 是吧 非常感谢 这事其实办的挺春晚的 最后呢 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 因为平时在公司 我不擅长跟员工们表达感情 也想借着这个机会 烧烧的给我的员工 烧货的烧 是吧 烧烧的给我的员工们 讲一句话就是 在过去的两年里 你们忍受了我的坏脾气 还忍受了我的不靠谱 在我不务正业 把公司的事全交给你们 自己撒了吧唧 去给争议可 录了一个多星期唱片的时候 你们 你们竟然没有把傻逼 两个字写到脸上 这是对我极大的体贴 我知道你们背后 是这么说我的 是吧 但是 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感情 还是职业上的需求 你们没有给我看这个脸子 让我在你们面前 感觉自己是个傻逼 尽管我不认为 这事办的傻逼 是吧 但这个不重要 我知道它在你们眼里 是一个非常傻逼的事情 但是你们没给我看这个脸子 也向你们表示我的感谢 最后我想对媒体的朋友们 说一句就是说 我们搞类似的活动 无论是商业目的 还是慈善目的 我们由衷的 极度的 desperately 渴望媒体能够来 因为这对我们的事业和影响力 都是必须的一个东西 但是由于我们相信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不能按照中国的惯例 给你们发红包 甚至车马费都不能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是吧 但是仍然今天有十多家媒体 在我们无理的表示 没有车马费和红包的情况下 依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向你们表示自敬 尽管没有来的那些人 很多并不是因为没有红包车马费 没来 如果把所有没来的归之于 没有红包车马费 所以没来 那就是我们不要脸了 是吧 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理由不来 但是你们确实在得知 没有红包车马费的情况下 管理我们的现场 我在这儿向你们表示我的敬意 是吧 表示我的敬意 谢谢大家 今年呢 我们在大场地 自己组织和搞这么一个活动 还是一个新人 所以很多很多事情 处理的不是很圆满 是吧 处理的不是很圆满 我感到很抱歉 那么我希望明年 我们再搞一场的时候 能搞得好一些 是吧 能搞得好一些 实际上产生的这些社会效益 也能够更好一些 是吧 谢谢大家坚持到最后 不管你是为了跟我够意思 还是真的喜欢听 如果 谢谢 是吧 谢谢 谢谢大家 刚才 刚才在现场 所有打瞌睡 和表现出不耐烦的朋友 都会在接下来几天里 受到我的番局邀请 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是吧 由衷地感谢你们 至于那些听得开心的 你们赚了 是吧 让你们赚了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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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